浩克竟然被人大卸八块装进了福尔玛林里炮着 心肝皮肺甚甚至是十二指肠都被分开装进罐子中 浩克是如何被人抓住并强行分尸成这般模样 他又要如何逃出这些瓶瓶罐罐的树木 这本漫画便是史上最强浩克的人看《不朽浩克》 在这本漫画当中首次引出了之高存在OA的对立面 甚至浩克成为了宇宙最强之神 他还抓住不死先生一起活到了宇宙摸鱼 《不朽浩克》漫画非常精彩 建议一边吃零食一边看视频 故事还得从《魅战2》说起 复仇者们预言了浩克会杀害所有超级英雄 于是复仇者们全员找到布鲁斯班纳打算防范于未然 但鹰眼突然射出一件将布鲁斯班纳瞬间击杀 因此布鲁斯班纳和浩克一起死了 然后故事来到了 《不朽浩克》漫画里 便利店内店员正在低头玩着手机 甚至完全没有注意到穿着卫衣的男子靠近 当收银员抬起头的时候 已经看到一把枪指着他的脑 正是卫衣男子要实施持枪抢劫 正在买橙汁的女孩看到了这一幕 心生恐惧的她手一滑 手中的橙汁掉落在地发出巨响 紧张至极的卫衣男子被吓到 下意识瞄准女孩便扣动了扳机 女孩中枪倒下来 于是卫衣男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只听又是一声枪响 杀掉了店内的一名戴绿帽的顾客 收银员哭喊着求卫衣男子不要杀他 但卫衣男子仍旧选择开枪 随后他抱着收银台的前箱子就跑了 只留下收银员和女孩以及绿帽顾客的尸体 夜幕降临 警局正在调查此案 停尸房内 白布盖着三具尸体 但其中一具尸体正在此刻突然变 他的手变成了一双绿色的巨大手掌 与此同时一个当地机车黑帮的大本人内 机车帮的老大正在逼迫 今日抢劫的卫衣男子还钱 卫衣男子将枪杀三人后 抢来的零钱尽数交出去 但还是欠着机车帮高额的高利贷 经过一番威逼利诱的辱骂后 他被赶了出去 就在这一刻突然地动山摇宛如地震一般 机车帮以为有人来找麻烦 于是所有人拿起家伙是冲出门外 但他们在门外搜寻一番却找不到任何人 就在这时候一双巨大的手撞破墙壁 抓向机车帮老大 吓得所有机车帮的人扣动扳机疯狂扫射 卫衣男听着身后不断响起的响声被吓坏了 但是很快他发现惨叫声和响声都停了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 甚至安静得非常诡异 在当卫衣男回头的时候 就已经看见体型硕大的浩克的大脸 此时浩克愤怒无比 因为卫衣男今天杀害了收银员 以及一名只有12岁的小女孩 接下来卫衣男疯狂认错求饶 但很显然浩克不可能原谅他 于是他对着浩克疯狂拍枪射击 但也仅仅只是在浩克身上留下一个印子 接下来浩克没打算放过他 浩克自然有浩克的处理方式 坏人就该被惩罚 停尸房被开了一个巨大的洞 机车帮全员晕倒在房子内被捕 枪杀案的犯人筋骨寸断被警察发现 而这一切都是浩克做的 在这本漫画中浩克变身的条件变了 布鲁斯班纳不再是由愤怒导致变身为浩克 而是当太阳落伤后才能随意变身 因为种种原因布鲁斯班纳过上了逃亡的生活 他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避免被抓 在布鲁斯班纳的逃亡旅途中 他做了很多事 例如发现一名害死很多人的伽马怪人 然后亲自将他身埋在大山内 还发现一名被伽马辐射的年轻罪犯 并亲自将他打败送入牢狱当中 闹得最大的一件事还得适合大脚怪的战斗 阿尔法战队的沃尔特前来抓捕浩克 但是没想到沃尔特刚到就被人往后背上捅了一刀子 沃尔特立刻被送往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但是在医生竭尽全力治疗的时候天黑了 沃尔特身躯内的大脚怪接管了身躯 但是大脚怪却不知为何失去了理智 当布鲁斯班纳找到他时 大脚怪已经杀害了手术室内所有医生 于是布鲁斯班纳便伸浩克阻止大脚怪 同样身为由加马辐射诞生儿的怪物 他们的战斗打得不相上下难分国众 在打斗的过程中浩克还了解到了绿色的门 大脚怪曾经开启过一扇怪异的绿色门 而且有东西从绿色的门里跑了出来 浩克死死按住大脚怪逼问到底是什么跑出来 但紧接着浩克通过镜子发现了 跑出来的东西竟然是布鲁斯班纳的父亲 那个早已死去的家暴疯子 班纳父亲掌管了大脚怪的身躯 就像当年打儿子一样通告浩克 从布鲁斯班纳出生起 他就没爱过班纳 因为他从小就觉得班纳是一个怪物 所以一直想要把布鲁斯班纳杀死 现如今他附身在大脚怪身上 正恨不得立刻将浩克和班纳一起杀掉 浩克被大脚怪丢出去砸穿医院的墙壁 他倒在地上惊讶至极 浩克不敢相信眼前的大脚怪居然是父亲 因为浩克亲手杀死了他 但大脚怪立声咆哮说道 我就是被你杀死的父亲 我从绿色之门中归来 起死回生 向来对父亲充满恐惧的浩克不断退后 在一脚将大脚怪踹飞后 浩克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 害怕父亲的是布鲁斯班纳 而浩克才不会惧怕他 于是浩克再度和大脚怪打得有来有回 最终战斗以浩克吸收了大脚怪 所有的加码辐射而结束 大脚怪的加码能量被浩克尽数吸收 然后他便身回沃尔特的人形无量 浩克没有停留 他选择直接离去 而醒来的沃尔特并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 他只觉得自己身躯内的大脚怪不见了 沃尔特再也感受不到自己身躯内的大脚怪 但这件事远没有结束 布鲁斯班纳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而是被浩克吸收后一同寄生在布鲁斯班纳的身躯内 布鲁斯班纳又想起几年前那件事 他死于过量的加码炸弹辐射 只不过他在加码辐射中死而复生 唯一不同的是浩克也诞生在这世界上 现在布鲁斯班纳已经好几天没睡了 为了避免浩克在夜晚占据他的身躯 布鲁斯班纳只能喝咖啡提神彻夜不睡 在他眼前的镜子里 他能看到浩克正在镜子中发泄怒污 甚至出现了浩克将镜子砸裂的情况 但布鲁斯班纳不知道的是 浩克并不是在对他发现怒火 而是对镜子另一面的布鲁斯班纳的父亲发火 他也存在于班纳的身躯之内 为了了解清楚浩克到底想说什么 他决定和浩克简单交流一下 布鲁斯班纳闭上眼睛 任由浩克操控他手上的笔写字 当布鲁斯班纳在睁开眼时 发现上面写着一个字 家 但布鲁斯班纳一时之间却不知道家在哪 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间小房子内 电视上正在报道浩克在医院闹事的新闻 而坐在沙发上的正是班纳的前妻 他也是罗斯将军的领导 曾经的女工浩克被抵 不久之后的阿尔法战队空间站内 沃尔特正在接受阿尔法战队的检查 他便身为大脚怪在医院杀害了好几个人 虽然真正控制大脚怪的人是布鲁斯班纳的父亲 但在世人眼中杀人的就是大脚怪 因此美国政府要求对沃尔特执行死刑 好消息是如果旌旗队长能够抓住浩克交出去 也许就能为沃尔特争取到免除死刑的机会 此时此刻布鲁斯班纳正走在乡间小路上 他习惯性地伸出手想搭个顺风车 却没想到发光的不是车 而是无比耀眼的惊奇队长 只听惊奇队长一声令下 很快黑豹与恶灵骑士和美国队长 以及女浩克詹妮弗和雷神索尔 还有反浩克装甲钢铁侠同时登场 他们气势汹汹地来到布鲁斯班纳的面前 布鲁斯班纳看向自己的表妹珍妮弗 珍妮弗看见布鲁斯班纳就非常生气 这股怒气差点让他直接变身成女浩克 还好索尔及时按住珍妮弗才没让他变身 惊奇队长表示他们可以不打架 只要布鲁斯班纳自愿跟他们走 不然他们就得靠实力说服布鲁斯班纳 惊奇队长表示他们不能再任由浩克随意流浪 因为浩克的存在就是巨大的威胁 布鲁斯班纳自然不肯走 只见他奋力的一咬牙 顿时衣衫破碎肌肉瞬间膨胀 布鲁斯班纳直接化身为壮硕无比的浩克登场 战斗过程比想象中更快 恶灵骑士连人带车直接被浩克丢出去 吓坏了正准备避难的居民 紧接着索尔重重挨了浩克一拳 连牙齿都被打飞出去一颗 索尔顿时头晕脑花仿佛脑震荡一般 美队赶紧拿着盾牌挡在索尔 而浩克也中了盾牌的嘲讽 每一拳都打在美队的震惊盾牌上 紧接着黑豹赶来救场 他跳到浩克的肩膀上 然后对着浩克的太阳穴释放电流攻击 但这还没完 反浩克装甲的掌心炮已经准备救血 除此之外还有名为太阳神的武器在高空待命 黑豹抓紧机会躲开 下一秒浩克受到了反浩克装甲的重火力攻击 但紧接着就被浩克一个千年杀破招 然后浩克冲上去抓住反浩克装甲 三下五除二就把两根装甲手臂卸了下来 操控室内警报声不断响起 托尼只能咬紧牙关大喊弹射出舱 危急关头黑豹赶来拖延浩克的进攻 却被浩克抓起装甲直接打棒球一样击飞出去 也是在这时候托尼终于被弹射出舱 才得以逃过一劫 托尼发出消息呼叫队友 他认为复仇者们肯定抓不住浩克 因此他决定使用太阳神众火力炮 但威力肯定会摧毁这片居民区 刚好惊奇队长也正在撤离这片区域的居民 所以钢铁侠执意要使用太阳神炮 不过在这之前 他们还有一个杀手锏 只见面目猙獰的女浩克直接冲了出来 一拳将浩克揍飞出去 然后就看见女浩克把浩克按在地上 威力甚至使得周围环境分崩离析 但浩克还是挡住了女浩克的暴怒联机 表兄妹二人以浩克状态互相对峙 两名最为相似的浩克互相绝力不分高低 而浩克则是选择说一些话来干扰女浩克 浩克一边说一边露出奸笑 心智脆弱的女浩克居然被干扰成功 浩克抓住女浩克的破绽出拳 只见一拳把女浩克揍飞到两英里之外 女浩克始终还是稍微弱了一些 看到这一幕的托尼更加坚定使用太阳神炮的想法 现在的他就身处于高空之上的太阳神炮内 尽管惊奇队长私生力竭想要阻止托尼 但托尼最终还是选择开炮 只见一道能量炮机穿云层落下 在地表上爆发出笼罩整个小镇的爆炸范围 这一炮直接摧毁了一整个小镇 负责疏散小镇居民的惊奇队长人都傻了 该怎么告诉这些居民们 他们的家都没了吗 等到爆炸结束后 周围泥土浇黑一片 美队和黑豹以及托尼一起看着地上的干尸 这是浩克被太阳神炮打中后的模样 虽然浩克变成干尸的模样很恐怖 但更恐怖的是即便变成这样 浩克也仍旧没死 但黑豹知道 如果这一次托尼没用太阳神炮 那么死的人就有可能是他们 战斗结束后 恶灵骑士送脑震荡的索尔去治疗 被打飞出去的女浩克则是非常失落 现在他们成功抓住了浩克 而他们要用浩克的换沃尔特的自由 不知多久之后 浩克再度睁开眼 但他看到的东西都是倒过来的 眼前胡子拉叉的眼镜男正在喋喋不休 但浩克仍旧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画面一转 只见浩克已经被切割成小块 分装在装满福尔玛林的罐子中 现如今的浩克还有意识 却根本无法自愈更无法挣脱 手术刀由艾德曼合金制成 但当他切割浩克心脏时仍旧很失灵 暗影基地的科学家正在研究被分尸的浩克 现在切割开的浩克心脏被送到克里夫博士的面前 在他的身后是浩克的各个身体部位 浩克张开嘴似乎想说话 但没有废只有嘴的浩克发不出任何声音 不过浩克还可以操控手掌束中指 克里夫教授懒得和浩克一般见识 他直接上手捧起两半浩克的心脏 只见浩克的心脏居然在以惊人的速度愈合 即便已经像砧板上的肉一样被切割 却仍旧充满活力并且可以自愈 克里夫博士真的太想研究清楚浩克身上的秘密 另一边的阿尔法空间站内 惊奇队长发现浩克再度失踪了 他为了让大脚怪可以被赦免死刑 而待复仇者抓住浩克交给美国政府 但是美国政府再度弄丢了浩克 惊奇队长想要得知事情的真相 于是安排沃尔特组成伽马战队进行寻找 另一边克里夫博士接到了美国军方的电话 原来惊奇队长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将浩克失踪这件事公布在大众视野里 为了避免暴露暗影基地 克里夫博士决定将整个基地转移 但克里夫却看见浩克居然一脸嘲笑 面对浩克的嘲笑克里夫非常恼火 不断说着一些狠话企图挽回点面子 但浩克却笑得越来越嚣张 只见浩克操控被切割的时候 做出了一个打响指的姿势 随着响指成功被打响 所有罐子也被响指震得破裂 浩克的不同部位洒落一地 克里夫被吓得把腿就跑了 但浩克却笑得越发猖狂 紧接着浩克的身躯开始快速自动组装 甚至还用长子把克里夫捆住不给他逃离 而克里夫拼尽全力想要挣脱出去 但他最终没能触碰到警报暗影 然后就被浩克自愈完成的身躯眼白 当浩克彻底自愈完成后 克里夫就只剩一只手还露在身躯之外 很快这一只手也被浩克吸收进身躯内 克里夫博士的助手正想来找他 但是当他一开门立刻就惊呆了 因为他不仅找不到克里夫博士 还看见地板有一个巨大的洞穴 不久之后的荒野山区 浩克一拳将山体打破 他终于冲破山体重新建到天空 但不巧的是太阳现在升起来了 而白天是布鲁斯班纳的时间 无法在白天存在的浩克 正在快速变成布鲁斯班纳 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非常痛苦 遇到他父亲的生命 他父亲的嘲笑声正在从四面八方涌来 让布鲁斯班纳感到无比的恋心 此时此刻布鲁斯班纳的腹部中了一枪 正痛苦地蜷缩在地上挣扎 原来布鲁斯班纳想偷见衣服穿 却被衣服的主人发现后一枪打中 但刚好此时太阳也即将下山 夜幕降临了 大叔突然被吓得瞪大了眼 因为浩克在夜幕降临后登场 过了一会 大叔正在和一名特工聊天 原来大叔的房子被浩克彻底毁坏 就剩下那件被偷的衣服没出事 特工伯班特听完大叔的讲述后 右手开始变形 紧接着一枪就攻了喋喋不休的大叔 原来伯班特并不是处理浩克危机的警员 而是反浩克组织旗下暗影基地的外派特工 他正在不择手段追查浩克的踪迹 浩克正在不断向着一个熟悉的地方前景 这里不是布鲁斯班纳的家 却是浩克首次真正诞生的地方 这里便是第一颗伽玛炸弹事报的实验场所 浩克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来到这里 但冥冥中有某种声音指引他来到这里 当浩克看到镜子里班纳父亲布莱恩的脸时 他顿时明白了 是被浩克吸收的布莱恩故意引导他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这里丰富浓郁的伽玛辐射 浩克可以吸收这里丰富浓郁的伽玛辐射变强 也就说明布莱恩也同样可以这样做 浩克顿时明白自己中了布莱恩的技术 是布莱恩故意引导浩克来到了这里 明白一切的浩克生气的咆哮着 他甚至恨不得把布莱恩从自己脑子里抓出来 像砸这里的建筑一样把他狠狠地揍一顿 但不管他怎么砸也无法击败脑海中的布莱恩 于是浩克打算去找别的办法对付布莱恩 但危险却在此时此刻从天而降 目标正是对此还一无所知的浩克 浩克被突然出现的敌人震飞出去 而眼前的敌人居然是永远的手下败将西收人 但现如今的西收人却有着红浩克一般的肤色 原来西收人在一个月前被钢铁侠带补入录 原本打算老底坐穿的西收人得到了一个出狱的机会 为了离开监狱 他自愿沦为反浩克组织的实验小白水 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注射这一只浩克血清 他将会获得类似红浩克一样的能力 注射血清后的西收人成功变异成红色外观 甚至还拥有了吸收伽马能量的能力 而他便是反浩克组织抓捕浩克的重要武器 经常输给浩克的西收人信心大增 他不断地挑衅着浩克来大战三百回合 被布莱恩闹地憋屈了许久的浩克勃然大怒 冲上去就要和西收人大干一场 只见西收人抡起链球砸过去 浩克迅速俯身躲过链球 迅猛地一拳成功揍飞西收人 但是下一秒浩克发现情况不对劲 自己的手突然间变得瘦骨如柴 但此时浩克想躲也躲不掉西收人的进攻 随着链球的锁链捆住浩克 以及西收人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和浩克户殴 导致浩克身上的伽马能量正在疯狂消失 西收人把浩克的伽马能量吸走了 浩克一脚把西收人给踹开 而西收人的精神也变得恍惚 因为吸收了太多的伽马能量 导致他的精神来到了一处诡异的空间 在这个诡异又魔幻的空间里 他看见了一张脸 那时看一眼就会陷入疯狂的不可视之脸 他是地狱最底层的最终存在 与OA相对立地存在OBA 一直伺机逃到人间的OBA找到了西收人 如今他占据了西收人的身躯 企图利用他重归人世间 而西收人真正的灵魂却在地狱哭泣 他跪在地狱的角落变得弱小可怜 眼面痛哭并且不断陷入自责 此时的浩克已经彻底没了一身的肌肉 失去大量伽马辐射的浩克变得骨瘦如柴 而他之所以一脸震惊 是因为西收人此时此刻的模样吓到了他 此时浩克眼前西收人上半身被一分为三 内脏器官洒落一地画面十分圣人 但就算如此西收人也并没有真正死去 因为西收人的头骨正诡异地说着 对不起 吓得干巴巴的浩克挥起拳头打过去 与此同时反浩克组织的暗影基地特工博班克已经就位 他把手变成狙击枪瞄准正在呼嗷的浩克与西收人 此时的浩克失去太多力量 仍旧不是西收人的对手 西收人能吸收浩克的伽马能量 浩克也能把伽马能量重新吸回来 俩人就这样僵持不下 于是愤怒的浩克突然抓住西收人的脊椎骨 所以继续活动 浩克把西收人的脊椎骨当成练球使用 他双手抓住西收人的脊椎骨轮了一圈 瞬间将西收人的身躯打飞出去 同时脊椎骨也碎裂洒落一地 博班克特弓箭到西收人落败 于是赶紧瞄准浩克的头部 只听一声枪响 浩克的头部瞬间被贯穿 但博班克却发现情况不对劲 没了脊椎骨的西收人居然跑了 浩克发现西收人正在冲着当年伽马炸弹试爆地点靠近 而他顿时明白西收人想要干嘛了 他想要借助伽马辐射的能量开启绿色之门 浩克刚想去阻止 但是好巧不巧 阿尔法战队的伽马小队找到了这里 他们目睹了浩克和西收人的战斗 但不知道前因后果的他们只想要抓住浩克 于是浩克一转身就看见了阿尔法战队的矮腰拿着大炮对着他 下一秒浩克被矮腰一炮打得透心凉 而西收人也已经跑到了伽马辐射最浓郁的地方 他跪在地上疯狂吸收所有伽马辐射 浩克现在还想要去阻止西收人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恐怖的绿光从西收人分裂的身躯直冲天际 紧接着一道遮天蔽玉的巨大绿门出现 这是通往最底层地狱的伽马大门 同样也是地狱通往人间的死亡之门 顿时天地变色电闪为名 每个人都能察觉到环境变了 在范围内的所有人 就连躲在远处打狙击的伽班克都没能逃掉 随着能量的疯狂爆发 绿色大门笼罩了整片伽马炸弹士堡区域 将范围内的区域都变成了伽马炼狱 这里便是那最底层的恐怖炼狱 浩克一字一句地说道 欢迎来到地狱 OBA操控吸收人的身躯 强行召唤了能通往地狱最底层的大门 当绿色大门被打开时 便是人世间化为炼狱之时 在这最低地狱中 浩克遇见了只有一副皮囊的里克琼斯 还遇到了班纳博士的前任老丈人罗斯将军 浩克和罗斯将军的谈话并不愉快 因为下一秒罗斯将军就化身为红浩克 瘦弱的浩克顿时就挨了红浩克一拳 虽然现在的红浩克只是一具皮囊 却也有着恐怖的力量 红浩克不断大喊浩克再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但浩克对此却是一点都没有在乎 因为以前浩克就已经打败过红浩克 甚至亲自将红浩克杀死 现如今再次见到他不过是在杀一遍罢 于是被迫战斗的浩克只能强行守四老丈人 在伽玛能量直冲云霄的山顶上 已经被OBA附身的布莱恩看着浩克如怪物一般战斗 而他的身旁是早已被OBA从浩克身上剥离出来的布鲁斯班奈 他被当成了接收全部伽玛能量的容器 此时此刻所有的伽玛能量正不断汇聚在一起 差一点就能强行打开隔阂人界和地狱的绿色大门 让OBA带着恐怖的最低地狱降临远见 布鲁斯班奈的父亲布莱恩班奈奈奔也是一名科学家 他的一生都在研究伽玛射险 他发现了伽玛除了薄荷粒子外还有第三形态 但他并没有办法证实第三形态是什么 他研究伽玛到深夜变得头昏脑胀 于是他闭上了双眼 然后他看见了一扇门 门风后面有一个不可名状的存在 这不可名状的存在便是万物之下OBA 醒来的布莱恩只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此时的布莱恩还不知道自己被OBA选中了 自此之后他变得越发诡异和癫狂 从他儿子布鲁斯班奈出生开始 布莱恩就从未爱过小布鲁斯班奈 反而将自己的亲身骨肉视作一头怪物 他觉得小班奈是一个怪物 发疯的布莱恩无时无刻想要将班奈杀死 而布莱恩封起来还真的将自己的老婆杀害 自此布鲁斯班奈对父亲布莱恩恨之入 长大后的班奈在继日来到母亲坟墓前祭拜 但布莱恩却一边骂着班奈是怪物一边追到坟前 班奈最终忍无可忍便产生了争执 于是他一脚把父亲布莱恩踹死了 而布莱恩死后被OBA选中作为宿主寄生在身上 如今布莱恩知道了伽玛的第三形态是何物 伽玛的第三形态就是OBA 现在布鲁斯班奈被布莱恩作为载体 用来打开地狱通往人间的绿色大门 只见伽玛能量开天批日般爆发 真正的怪物OBA的终于以绿色的诡异模样登场 面对如此巨大且根本不可能战胜的OBA 浩克反倒自信满满地笑出了声 OBA张开大嘴将数字不尽的伽玛怪物呃出来 他们嘶吼着汇聚成怪物海洋 而浩克不管数量多少都将竭尽全力战斗 OBA之所以要这么做是为了抓住浩克 把浩克带到自己的身边 只有一副皮囊的李克琼斯察觉情况不妙 顿时化身为伽玛怪物原子弹去帮助浩克战斗 有了原子弹的加入后 瘦弱的浩克勉强能喘口气 只不过原子弹很快就受到了伤害 浩克非常感谢李克琼斯的付出 但是原子弹最终还是被伽玛怪物撕成了碎片 这让浩克感到非常的自责和难过 与此同时矮妖带着吸收人悄悄行动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吸收人打算尽自己一份力 于是他和矮妖不断爬山悄悄靠近布莱恩 矮妖也告诉吸收人他们前来的目的 既然是他被OBA操控打开的绿色大门 那么他能打开就一定可以将能关上 想要将功赎过的吸收人直接马上去 打算和布莱恩来一次面对面接触 他先是吸收了巨石把自己变成石头人 然后霸气地面对布莱恩 但吸收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来打架 因为他知道自己输定了 只见他突然将手伸向旁边的伽玛能量 吸收人居然在吸收这狂暴能量 而这能量将他变为纯粹的伽玛能量体 只见下一秒吸收人化作一道光飞出去 就连巨大的OBA都没能来得及阻止 而他带着这股狂暴的能量所找的目标 是受骨如柴的浩克 只见吸收人重重撞到浩克 巨量伽玛能量瞬间灌入浩克的身躯 吸收了伽玛能量的浩克再度变得壮熟 他再度变得无人能力 浩克直接用力一蹦冲了过去 他成功来到了布莱恩的面前 布莱恩看到浩克立刻就疯了一般大喊 你不是我儿子 你是怪物 你是万物之下OBA的孩子 但浩克却一点也不在乎布莱恩说什么 他双手伸到背后疯狂蓄力 紧接着双掌合并拍出威力极其巨大的一击 这一击就将万物之下OBA的云雾化身摧毁掉 很快万物之下的云雾化身开始消散 一起消散的还有那数量庞大的噶玛怪物 浩克看着被救出的但是蜷缩着的布鲁斯班纳 他需要和布鲁斯班纳合体后才能带所有人回到人家 班纳非常痛苦地大喊那就赶紧吧 长痛不如短痛 看到班纳对自己感到如此抗拒和不安的浩克承诺 于是浩克向布鲁斯班纳表达自己的真实心理 我知道你害怕我 但其实我一直都会陪在你身边 我一直在保护你 我会永远保护你 因为我爱着你 孩子 看到浩克这个肌肉猛男说出这番话 缺少关爱的布鲁斯班纳也动人了 浩克继续说道 总得有人来爱你 来吧 我们回家 浩克向布鲁斯班纳伸出手 而班纳也最终选择回应浩克的关系 不久之后 所有人都被浩克带回了人间 伽玛小队所有人都从地狱里走了一遭 恢复正常的吸收人也被阿尔法战队邀请加入 这对于一直身为小反派的吸收人来说无一是个好消息 但问题这时候出现了 如果所有人都从地狱里被带回人间 那么带他们回来的浩克去哪里了呢 与此同时的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间小屋内 贝蒂被深夜的电话铃声所吵醒 他接通电话后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以为是恶作剧的贝蒂打算挂断电话 却突然听到了自己那死去已久的老公的声音 以为班纳死去已久的贝蒂直接吓了一大跳 此时此刻从地狱中逃回来的班纳正在一个电话亭内 瘦瘦巴巴的他衣衫不整痛哭流涕 对着电话大喊 老婆 我想 我想回家 说罢便嚎啕大哭起来 悲痛的时候总是大雨倾盆 贝蒂没空管自己的那逃亡的丈夫布鲁斯班纳 因为他今天要参加自己的父亲的葬礼 也就是红浩克罗斯将军的第三次葬礼 托尼史塔克代表复仇者发表了简短的道词 即便是罗斯将军的葬礼上他也不太正经 在托尼史塔克说完后 雷金纳德上前发表了自己对罗斯将军的道词 他曾是罗斯将军的爱徒 罗斯将军对他来说宛如父亲一般 如今罗斯将军已经彻底死去 而他也掌管了罗斯将军手下的反浩克组织 就是他手下的暗影基地把浩克大卸八块 也是他派出吸收人想要再度把浩克抓捕归案 葬礼结束之后 托尼史塔克找到贝蒂谈心 甚至恬不知识地想要撩贝蒂 让我送你回家吧 我的飞机会变成机器人哦 但没想到贝蒂一点也不给面子 是啊 你也有能把一整座小镇炸飞的死亡激光炮 这里指的便是钢铁侠内把浩克打成干湿的太阳神炮 贝蒂在葬礼结束后立刻坐上飞机 前往了加利福尼亚州他和布鲁斯班纳的小家 贝蒂刚下计程车就看见了他 他那许久未见的老公布鲁斯班纳 贝蒂一看到布鲁斯班纳就一度走过 因此他握紧拳头气冲冲地跑过去 但就当所有人认为他们会打起来的时候 贝蒂却与布鲁斯班纳深情拥吻起来 紧接着贝蒂在班纳耳边轻声说道 贝蒂和布鲁斯班纳 但是因为贝蒂和班纳都进屋了 所以只能用热诚相来瞄准屋内的两人 却无法分辨这两个模糊身影到底哪个是班纳 雷金纳德看在贝蒂是罗斯将军的女儿份上 命令伯班克不要贸然射击 但失了智的伯班克却堵自己能射中好客 于是伯班克不管雷金纳德的阻止 仍旧选择擅自开枪 而伯班克最终堵错了 贝蒂头部中枪倒在班纳面前 班纳震惊地看着倒在眼前的背景 而伯班克知道自己肯定堵错了 紧接着只听犹如猛兽一般的咆哮声响起 愤怒的班纳顿时化身为浩克冲破小屋 伯班克慌张地将自己右手变成大炮 不顾雷金纳德的命令 抬起右手大炮自信开枪 伯班克对着冲过来的浩克连续开跑 其中一枪打在了浩克的脑袋上 就在浩克即将抓到伯班克的时候 一只大手按在了伯班克的肩膀上 然后直接将伯班克丢走 这一幕可把浩克给气坏了 而眼前出现的男人正是一头绿发的萨姆森医生 也就是曾经布鲁斯班纳的心理医生 他也曾经为了拯救朋友而暴露在伯玛射线下 最终他拯救了布鲁斯班纳 却惨死在伯玛射线的辐射里 但死去的他看到了一扇绿色的大门 那一扇门最终带领萨姆森回到了人间 萨姆森爬出坟墓复活归来 而复活归来的萨姆森遇上了贝蒂 而萨姆森今晚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正是因为贝蒂打电话叫萨姆森来保护他们 但不巧的是萨姆森刚到枕 就撞上了暴走的浩克 浩克因为脑子缺了一大块 所以思维和语言逻辑全都混乱 因此萨姆森医生还可以应付浩克 经过一顿上下翻飞的混战之后 萨姆森医生逐渐落于下风 而浩克的脑子也逐渐自愈完成 在千军一发之际浩克恢复了理智 浩克将贝蒂被袭击的事情娓娓道来 在得知自己救的那个人是害死贝蒂的凶手后 萨姆森也感到非常的意外 但是当萨姆森进入小木屋后 却除了地上的一滩血外见不到贝蒂 不出意外的话贝蒂应该复活了 毕竟贝蒂也曾经是女浩克 应该没那么容易死去 现在浩克还没有时间去管贝蒂 他既然能复活就应该能照顾自己 现在浩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浩克一跃而起蹦出好几里地 萨姆森医生也紧随其后 他们现在要去找一个老朋友 很快他们来到了墓地底 这里便是埋葬了无数人的墓园 浩克来找的便是李克琼斯的坟墓 萨姆森医生看见时瞪大了眼睛 因为除了爬出坟墓复活归来的萨姆森之外 李克琼斯的坟墓也被刨开了 他复活了吗 还是去了哪里 第二天萨姆森正带着布鲁斯·班纳赶路 他们再度来到了当初浩克逃出暗影基地而打通的隧道 而他们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班纳觉得李克琼斯的尸体 就是研究浩克许久的暗影基地倒走 但目前还不知道暗影基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就在这时候天黑了 天黑后是浩克的主场 只见布鲁斯·班纳的身躯快速扭曲变形 很快就变成浩克登场 他们一路穿过隧道再度进入一号暗影基地 但刚进来就听到门外有古怪的声音 当浩克掀开厚重的铁门后 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七型怪状的伽马怪物 他们早已经准备好把浩克当宵夜赶掉了 原来雷金纳德早就谋划好了一切 他知道浩克必定会回一号暗影基地寻找线索 因此投放伽马怪物等浩克自己出现 浩克虽然被伽马怪物围攻 但浩克仍旧三拳两脚救手撕了伽马怪物 经过一番混战之后 浩克成功解决掉最后一个伽马怪物 但随着雷金纳德一声令响 一号暗影基地瞬间打开紫外线灯发射器 把一号暗影基地照得犹如白昼 暴露在紫外线灯光下的浩克快速变回布鲁斯班纳 他无法再人造阳光 也就是紫外线灯光下长时间存在 很快浩克变回了布鲁斯班纳 而真正的杀招伯班克再度出现 伯班克抬起手就是一枪 萨姆森头部中枪倒下 紧接着伯班克再抬一枪 直接击穿班纳的腹部 班纳只能暂时逃走 躲在角落疯狂想办法 而伯班克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危机存亡的时刻 却唤醒了布鲁斯班纳体内的另一个人格 那便是灰浩克乔伊 灰浩克乔伊是一个阴险狡诈的浩克人格 他动弯脑筋的智商比布鲁斯班纳还高 伯班克躲在日照灯下非常嚣张 乔伊便疯狂想办法争取机会 他击碎加码蚂蚁的饲养舱 然后直接把加码蚂蚁泼在伯班克的身上 趁机和伯班克扭打在一起 在扭打过程中乔伊抬起脚 对着博班克的裆部一发碎蛋息息 成功让半机械人博班克捂着裆部痛苦倒地 要说下三滥的招式还得看灰浩克乔伊 几经波折后乔伊成功甩开博班克 乔伊发现了一间还在运转的控制室 雷金奈德通过监控发现之后 让手下继续缩短紫外线发射气发的射频率 这会使得日照灯的紫外线变得更加灼热强烈 乔伊只能顶着强烈的紫外线日照灯开始飞入电脑 似乎在尝试破解电脑程序关闭紫外线日照灯 很快博班克赶了过来 他二话不说直接好几枪打在乔伊身上 紧接着博班克还想把班纳大卸八块 但博班克没想到乔伊居然没有死去 乔伊直接把博班克甩飞出去 他流着血却仍旧站了起来 博班克害怕地把手变成线弹枪 直接两枪把乔伊身躯开膛破堵 但乔伊不仅没有事 还生龙活虎 他指着日照灯发射气说道 你们的日照光波长缩短后就是紫外线 把紫外线压缩短后就是S射线 但如果我继续把它压缩到更短 那就是伽马射线 在这猛烈的伽马射线的照耀下 乔伊的身躯再度被浩克掌管 下一秒博班克被压在地上 而压着他的正式有着六个脑袋的巨大浩克 此时六头浩克正愤怒地恨不得手撕了博班克 在二号暗影基地的雷金纳德失去了博班克的同学 他知道博班克的定凶多吉少 但他真正的计划已经部署完成 在实验舱当中 关着外观畸形恐怖的伽马怪物增物 这便是雷金纳德的王牌 过了一会之后 一号暗影基地已经彻底被浩克砸成废墟 浩克也早已不知所踪 而废墟中的瓦力正在被掀开 复活归来的萨姆森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而在他的面前是刚挡过来的伽马战队 他们询问萨姆森具体的情况 八天时间过去了 这八天时间里乔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富翁 然后经常出没在赌场豪制千金 等他爽完之后 乔伊便把身躯的控制权还给了布鲁斯·班纳 班纳回到临时居住的汽车旅馆 然后拿了一张便签纸 把自己身躯内出现过的所有浩克人格记录了下来 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 袭击了汽车旅馆的前台 惨叫声穿过走廊传入房间内 出现在眼前的怪物正是雷金纳德研究的曾物 他是为了追杀浩克而来 就在这时浩克冲破墙壁强势登场 浩克重拳直接击飞曾物 虽然曾物现在外观变化了很多 但浩克仍旧记得他 曾物扑向浩克 浩克抓住曾物的手开始决裂 紧接着曾物张开长在脸上的手 当浩克看清之后也被吓到 因为在这双手内长着李克琼斯的脸 此时的李克琼斯不断痛苦地大喊 而雷金纳德正在监视器前看着一切 原来雷金纳德安排人挖了李克琼斯的缝绵 然后从布朗斯基的尸体身躯内取出加码内脏 再把加码内脏液体用在李克琼斯的尸体上 从而把曾物从地狱中复活并加以改造 现在雷金纳德为了抓捕浩克而不择守护 浩克伸出右拳照着曾物的脸打了过去 但是却被曾物的手掌大嘴一口咬住 在当浩克拔出自己的手时 浩克的右手已经被腐蚀成一团烂肉 甚至连治愈因子都没有办法快速自愈手命 紧接着曾物再度吐出大量魏蜡 直接将浩克整条右手腐蚀融化 浩克和曾物的战斗彻底处于下风 下一幕浩克已经被曾物融掉了四肢 彻底无法动弹躺在地上惨叫 但诡异的是另一头怪物出现了 她就是班纳的老婆贝比 现在应该称她为殷生女妖 所有人以为殷生女妖是来救浩克的 但殷生女妖反手就把爪子插入浩克的身躯 浩克顿时惨叫连连 但殷生女妖完全不理会浩克的惨叫 甚至直接动手把浩克开膛破肚 下一秒殷生女妖就取出了浩克的心脏 然后站在浩克的尸体上 不顾旁边目瞪口呆的曾物 大口大口地吃起了浩克的心脏 那是一扇绿色的大门 浩克再度从加码地域绿色的大门中归回 他成功睁开了自己的双眼 此时的浩克已经自愈完成 他冲过去一拳奏飞正在攻击殷生女妖的曾物 把殷生女妖成功解救下来 原来殷生女妖杀死浩克之后 曾物就开始攻击殷生女妖 而浩克因为被殷生女妖杀死而得以彻底复活自愈 为了防止曾物的分泌液袭击 殷生女妖直接把曾物开膛破洞 取出了曾物身躯内的胃酸袋 就在这时远处飞来两架奇怪的战斗机 在雷金纳德的歼灭命令下 瞬间所有重火力武器对着浩克和殷生女妖发射 就连昏死过去的曾物都被无情攻击 第一波重火力袭击已经结束 但他们立刻掉头就要再度回来地毯式轰炸 也就在此时失去胃酸袋的曾物再度爬起来 在雷金纳德的操控下 抓起殷生女妖就疯狂攻击 就在这时战斗机再度重火力攻击 而浩克和殷生女妖夫妻同心分配工作 殷生女妖抓起曾物就飞到天上去 李克琼斯仍旧在大喊 求求你杀了我 而殷生女妖也是一点也不客气 用爪子从头部开始 把曾物直接从中间撕开 坠落的曾物刚好把一台战机砸火 浩克抓住坠落的一台战斗机 然后用力猛甩出去砸向另一台战机 下一刻猛烈的爆炸声响起 两台战斗机瞬间爆炸 浩克找到了还在攻击曾物的殷生女妖 而浩克此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直接把曾物的身躯一分为二 居然真的从里面找到了复活的李克琼斯 此时的他干干巴巴非常受弱 而浩克看着远处正在靠近的飞船 他知道自己现在应该撤退 来迟一步的伽马战队看着眼前这一片狼藉 不敢想象这是一场怎么样的浩劫 而萨姆森医生已经暂时加入伽马战队 但他看着浩克和殷生女妖离去的身影 并没有继续追上去的打算 画面一转 二号暗影基地反浩克组织内 雷金纳德已经穿上一身高科技装甲 而他这番行为是为了执行一个任务 他通过传送机器将自己送走 而他的目的地便是地球轨道上的阿尔法空间站 雷金纳德突然间传送到吸收人夫妇面前 然后抬起爽发射元器 轻而易举就将吸收人和泰坦尼亚打败 此时的伽马战队正在研究曾物的外壳 全然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危险 这时雷金纳德突然间闯了进来 两枪麻醉药打在了阿尔和萨姆森的身上 萨姆森凭借伽马身躯硬抗药剂的作用 但是下一秒萨姆森就被雷金纳德抓住 随着两声枪响 萨姆森头部中枪倒地 早已不是大脚怪的沃尔特也中枪倒下 然后雷金纳德成功夺回曾物外壳 紧接着雷金纳德快速传送离开 成功回到二号暗影基地之后 雷金纳德想起一件事 罗斯将军曾经化身为红浩克去追击浩克 而雷金纳德从中学会了一个道理 那便是想要打败浩克 就得先变成浩克 雷金纳德将自己的手不断靠近曾物外壳 紧接着曾物的外壳仿佛活过来一样 张开诡异的大手和身躯想要吞噬雷金纳德 紧接着画面一转 雷金纳德已经穿上曾物外壳 彻底化身为新一代加码怪物诞生 与此同时加利福尼亚州的某处汽车旅馆 被浩克就出来的里克琼斯政权缩成一团 她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让人担心 而贝蒂在厕所里不知所措地坐着 因为她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自己那死鬼老公 班纳总是想和贝蒂再搞好一点关系 但贝蒂每次都只愿意用婴生女妖的样子面对班纳 因此班纳没办法和贝蒂谈谈心 而贝蒂化身为婴生女妖是为了保护自己 因为她已经被伤害过太多次了 唯有这副模样才能让她安心 班纳知道自己说的越多贝蒂越烦躁 索性直接换上灰浩克乔伊的人格 婴生女妖虽然和乔伊关系还好 但她也不喜欢乔伊那老不正经的模样 因此她简单敷衍后就断了话题 此时的她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无事可做的乔伊只能出门晒晒太阳 甚至跑去和一路同行的女记者聊天 但就在他们谈论激烈的时候 屋内传出了背地的大喊 乔伊立刻冲到浴室内 只见里克琼斯正在爆发伽玛能量 正在不断大喊着一个地名 在地下 他们藏在地下 他们都藏在五十一区的格鲁木湖下面 布鲁斯班呢 我全都记起来了 我记起了他们被我做过的一切事情 此时的伽玛战队也在搜索雷金纳德的踪迹 他们也打算传送过去偷袭雷金纳德的基地 在进行非常不缜密的计划之后 萨姆森与伽玛战队还存活的成员一同传送 当伽玛战队成员再度睁开眼时 他们已经传送到了雷金纳德基地 但也被重重包围起来 这一切都在雷金纳德的预判当中 现在伽玛战队贸然传送过来 已经落入无比危险的境地 但就在这时候整个二号暗影基地发出巨响 就连雷金纳德都对这响声感到无比慌张 紧接着就看见一只绿色的大拳头打破墙体 浩克一路打穿地表 带着李克琼斯和阴森女妖以及随行的小记者 降临到这一切痛苦起源的地方 一场大战即将拉开为幕 浩克带着萨姆森和妖鸟贝蒂以及李克琼斯 赶到反浩克组织的暗影基地 雷金纳德立即部署自己的手下围攻浩克 而妖鸟贝蒂和李克琼斯带着跟随的女记者脱离战场 这是为了调查取证方便揭露反浩克组织做过的飞行事 此时浩克已经开始战斗 各种重型机械枪炮浩克全都一巴掌的 泰坦尼亚和西收人夫妻二人也在被对背战斗 随着雷金纳德一声令响 大量镇镜剂发射出去 虽然镇镜剂打在了吸收人的身上 但吸收人却借此吸收了镇定器上的泰坚 于是吸收人变成泰坚人与雷金纳德面对面硬碰 但是很显然在力量上泰坚人还是差了 雷金纳德同时大喊 日照小队瞄准浩克 一瞬间强烈的日照灯对着浩克照射 只能在晚上出现的浩克盾时被日照灯射到残废 泰坚人也被雷金纳德折断腰按在地上 虚弱的浩克此时已经被敌人包围 萨姆森立刻飞身出来保护浩克 紧接着他就被打得千疮百孔 矮腰发现情况非常不明 于是他一跃而起跳到日照灯机器人身上 下一秒矮腰就强行扯出了日照机器人的大脑中枢 浩克这才快速恢复过来 恢复成最佳状态的矮腰再度加入战斗 而吸收人的泰坚身躯却被激光射线融化了 泰坦尼亚也被一发高压电枪袭击倒不能动弹 紧接着矮腰也被袭击相继倒下 而浩克和雷金纳德的战斗却正要开始 此时的雷金纳德已经几乎癫狂 他张开的大嘴正在酝酿一口浓酸老弹 紧接着全都喷射在了浩克的大脸上 强烈的浓酸液体瞬间俯视浩克的脸和身躯 雷金纳德还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 但下一秒他就被吓得瞪大了眼睛 因为浩克居然在疯狂撕扯着自己的脸皮 紧接着就可以看见浩克已经将自己的脸彻底撕下 一同撕下的还有身上的皮肤 但此时浩克仍旧在发出诡异又恐怖的咆哮 见到浩克如此顽强的雷金纳德也的确是慌忙 马上召集人手继续攻击浩克 虽然这些士兵非常不情愿送死 但军令如山 他们还是不得不听令行使 浩克此时手抓沾满强酸的脸皮 荡成生化武器直接抛出去 顿时砸在一名士兵的头上 直接把这名士兵的头腐尸毁掉 浩克面目猙獰并继续挑衅着雷金纳德 雷金纳德居然也真的敢冲过来战斗 但浩克一拳就将雷金纳德揍飞出去 紧接着更多士兵收到命令赶来支援 而雷金纳德却在这时候吐出大量的强酸袭击浩克 浩克灵活走位躲过强酸 但是身后的那些士兵就遭殃了 因为他们瞬间就被强酸腐尸然后死去 看着这一地血肉模糊的混合物 侥幸存活的士兵顿时就吐了 而雷金纳德却毫无愧疚地说 那都是他们活该 谁让他们那么不小心 与此同时 反浩克组织的监控室内 沙琳博士的科学团队正在监视这场战斗 通过监控屏幕 他看到了雷金纳德将军的所有言行 沙琳博士早就对雷金纳德的带领感到不满 他也在里克琼斯等人闯入后就投降了 在看到雷金纳德将军封起来 连自己人都杀的行为后 他最终决定彻底判离反浩克组织 沙琳博士拿起基地麦克风大喊 我是沙琳博士 反浩克组织第二指挥官 我现在解除雷金纳德的权力 他已经彻底疯了 所以所有作战单位立刻停止战斗 雷金纳德听见后疯了 失了智的他冲向浩克就要再战三百回合 雷金纳德先是重拳打飞浩克的下巴 再一口浓酸喷在浩克的头上 而冰死的浩克的大手也紧紧掐住雷金纳德的头部 随着绿色血浆崩裂 雷金纳德与浩克同归于静一同死去 等雷金纳德再度睁开眼的时候 他已经和布鲁斯班纳一同出现在 伽玛怪物专属的伽玛地狱 在他眼前的正是伽玛的死鬼父亲布莱恩 以及被乱枪打死的萨姆森医生 第一次进入伽玛地狱的雷金纳德慌了 而伽玛的父亲布莱恩发出狂笑 我的儿子已超越了自我 杀人的感觉很不错 不是吗 班纳此时却突然把双手绞在雷金纳德的脖子上 然后说道 欧巴巴布鲁斯班纳不在这 我是乔伊 派对该结束了 然后乔伊双手一用力 雷金纳德被扭断脖子彻底死去 很快绿色的大门再度打开 早已自愈完成的浩克从伽玛地狱回到了人间 雷金纳德的身躯从增悟区克缓缓滑出 他的灵魂彻底死在了伽玛地狱之内 现在浩克已经完成了复仇 反浩克组织的暗影基地已经不再是敌影 掌管暗影基地的沙灵博士也加入了浩克 此时浩克掌控了暗影基地内的数十亿美金和科学技术 还有这个根本就无人知晓的暗影基地 现在浩克有了一个更加庞大的想法 浩克缓缓坐在铁王座上 以前一直都是浩克被敌人追捕 现在时代改变了 在亿万年前 加兰身处的第七宇宙迎来毁灭 而他被宇宙知觉的化身选中 最终加兰和宇宙知觉的化身合为一体 自此加兰化身形星吞噬者和第八宇宙一同诞生 在数年前四位科学家乘坐宇宙飞船经历宇宙风暴 经过宇宙辐射后 他们各自拥有了不同的超能力 后来他们便成为了地球的超级英雄团队神奇四侠 再过几年后 一名辐射科学家闯入伽马炸弹辐射区 伽马炸弹在他身后不远处爆炸 经受伽马辐射洗礼后 他变成了浩克 在亿万年之后的宇宙当中 宇宙知觉找到了第八宇宙毁灭前最后的幸存者 他将会与最后的幸存者合二为一成为新的存在 并且将会伴随第九宇宙的诞生而一同诞生 宇宙知觉还在对眼前的布鲁斯班纳不断说话 但他说着说着发现情况似乎不太对劲 为什么布鲁斯班纳身边还躺着一个死人 布鲁斯笑嘻嘻地说 你说他呀 他是不朽先生 是变种人的最高等进化体 原本应该是他或者富兰克林在这里建的 但我在二十一年前就杀死了富兰克林和不朽先生 宇宙知觉惊讶地问 你怎么做到的 怎么做到的 当然是这样 只见班纳的身躯瞬间扭曲变形 并且张开大嘴并牢牢抓住宇宙知觉 只见他大嘴奋力一样 宇宙知觉顿时变成打崩萃的小零食 被一口一口啃食干净 再又过了数不清几个亿的岁月后 一艘名为远航号的宇宙飞船在宇宙中航行 名为帕尔的外星人已经是这宇宙最后的生命 在这孤独且漫长的旅途中 他遇上了宇宙中那不可名状的蔑视之神 而蔑视之神便是那笔星球还要巨大的浩克 浩克仅仅只是前进都能撞毁无数星球 而浩克在这时候握紧了拳头 下一秒浩克一拳将巨大又美丽的星球打成宇宙尘埃 外星人帕尔见证了蔑视之神的毁灭之力 但渺小如细菌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切被毁灭 他看到蔑视之神浩克动了 浩克的双眸迸发强烈的伽马能量 并且露出满意又诡异的恐怖笑容 帕尔尝试和毁灭之神浩克进行交流 但他看见的却是亿万生灵的灵魂在伽马地域痛苦咆响 而有东西藏在这最深处 藏在万物之下 原来掌控浩克身去的是内置邪致恶的存在OBA 布鲁斯班纳和浩克早已被万物之下吞噬 帕尔看到万物之下挖出眼睛跪倒在地 而万物之下的声音击穿灵魂 他还看见万物之下的头部变得无比的扭曲诡异 各种不可名状的外观让人看后大呼声音不适 帕尔与万物之下的交流连接断开 但毁灭之神浩克仍旧在不算破坏着一切 知晓宇宙最终是如此结局的帕尔孵化一只时间潮汐营 并且把装满灭视神浩克记忆的时间潮汐营 送回到亿万年前的时空 他希望有人能够发现这只穿越时空带来灭视警报的潮汐营 然后及时阻止灭视神浩克的诞生 但灭视神浩克的故事都是亿万年后的事情 现在把视角重新放回到现如今的时间线 穿越时空而来的潮汐营的成年体正在被人紧碰 纳宰满灭视神浩克的记忆晶体被取出 跨越亿万年的记忆终于被人执行 但得知这一切的人却并非善美 而是浩克的宿敌之一的反派首脑 在知晓这一切后他又会做何行动吗 电视上正在直播一则重磅新闻 布鲁斯班纳也就是浩克本人正在向全球直播 他将雷金纳德所做的一切黑心事都曝光出去 并且在掌管暗影基地之后 班纳彻底明白了一件事 人类本来可以有大量的资金用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 但各国政府都将钱投入到枪支弹药和战争中 人类社会已经把地球糟蹋到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 因此他要向人类世界宣战 但他并非是要和人类开战 而是为了终结那些糟蹋地球的人 浩克要做的是维护地球 他要终结这丑陋不堪的人类世界 此话一出浩克立刻成为全球热点 所有人都在讨论浩克到底想干什么 对此也一无所知的复仇者联盟 也只能表示强烈谴责和正在调查中 但也有非常多的人支持浩克 他们在街头上涂鸦 还有人为此开演唱会 甚至还有人穿绿衣发起暴动 事态正在进一步的发酵升级 而这也是浩克想要看到的 布鲁斯班纳很快就制定好了第一个目标 正所谓擎贼先擎王 他们将会在一周后攻击一个目标 那是一个掌控巨额资金的黑心资本家 这个资本家正是臭名昭著的洛克森公司的老板 而眼前的人便是达里奥阿格尔 也是人称米诺陶的牛头人怪女 洛克森公司到底有多黑心 他能够为了赚钱而挖空地球的所有资源 甚至为了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而和黑暗精灵马勒基斯合作 他甚至派遣部队到北欧神的世界挖泡 还在北极的冰川上建立巨大的飞行工厂区 所有的污染全都排放进了大海与土地当中 而他手下有一大帮律师为他开拓一切对比 甚至还掌控了电视手机的各大媒体平台 只要他一声令下就能制造各种影响整个社会的舆论 一周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在暗影基地的巨战点内 布鲁斯班纳已经确定了要袭击的目标 随着沙林博士将传送器打开 浩克即将被传送到他要前往地 此时俄勒冈州的洛克森数据中心基地 洛克森公司培养的狂战士正在进行早晨操练 这些狂战士全都奉命保护洛克森数据中心 他们拳拳到肉打的不亦乐乌 但就在这时候头顶忽然出现一道金光 紧接着就看见浩克被瞬间传送过来 落地的浩克直接将两名狂战士震飞出去 浩克要袭击的正是这洛克森公司的数据中心基地 既然擒贼先擒王 那么打败资本的最好办法 便是从最根源的数据中心开始催悟 浩克和狂战士正式开战 全来矫枉打得不亦乐乎 这两名狂战士在浩克面前那是根本就不够看 浩克抓起一名狂战士砸向数据中心 里面的狂战士看到后立刻出击 但浩克比他们先一步出现 只见浩克手掌带动气流猛烈拍击 使出经典招式攻击 一招便将狂战士先飞出去 这一巴掌也将数据服务器打得支离破碎 此时洛克森的老板牛头人阿格尔正在开会 他早已做好迎接浩克袭击的准备 突然间他的手下接到了一通电话 而电话里说浩克袭击了他们的数据中心基地 这可把阿格尔直接给吓坏了 他千算万算也没算到浩克居然是袭击数据中心 而不是来袭击他这个人 没了数据中心他很多事情都将寸步难行 那些洛克森旗下的各大软件都将停止运行 此时浩克已经成功将数据中心砸成了废墟 而此时早晨的太阳正在缓缓升起 这一次浩克承受住了太阳的照声 他站在太阳面前立声咆哮 浩克居然成功承受住了太阳光的照声 他的身躯正在逐渐适应阳光 属于浩克的时代现在才刚开始 洛克森公司的招牌被人用绿漆涂了浩克的字 阿格尔一下车就发现了这充满嘲讽的涂鸦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支持浩克 他们甚至戴上浩克的面具去游行 而这种有着红色嘴唇的浩克面具 实际上是洛克森旗下的工厂在加班加点制作的 反正有那么多年轻人喜欢戴浩克面具游行 阿格尔索性借着浩克的名气再赚一笔钱 反正这笔钱不要白不要 但是听到浩克的各种消息还是会很不高兴 甚至需要捏爆一些解压玩具来消息 他需要一个能够对付浩克的办法 而精通商业手段的阿格尔想到了一个办法 既然用刀枪无法战胜浩克 那不如选择更加恐怖的方式去战斗 他要用最商业的手段去包装浩克 为浩克定制一个人设 再为他定制一场战斗 他要让全世界人都看到浩克 很快阿格尔坐飞机前往传说中的怪物岛 这里面有着各种各样恐怖至极的怪物 他直接跳下飞机降落在岛上 因为他要亲自去寻找那个人 阿格尔知道自己无法战胜浩克 所以他知道最关键的步骤 那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浩克 此时阿格尔跪在眼前的长矛机械怪面前 他就是被称为始祖浩克的赞奴姆 一位资历比浩克还老的怪物 在暗影基地的巨站点员工食堂内 贝蒂正在吃着自己的午餐 做他对面的正是萨姆森博士 他是贝蒂完全信任的人 同时他们也在怀疑浩克之所以不怕太阳 是因为班纳身区内的灰浩克乔伊人格在影响 他们怕乔伊会导致浩克变得更加残暴 就在这时候班纳也来到了食堂内 但是他再度看向老婆贝蒂时 贝蒂已经化身为阴神女妖 自从这一次布鲁斯班纳复活归来后 贝蒂就一直不愿意以真实的模样见班纳 他们的感情已经产生了恋风 视角再度来到洛克森公司内 阿格尔私人定制的产品终于到火了 接下来他要用这一份礼物吸引浩克前来 而这只不过是阿格尔为浩克准备的第一份礼物 随着阿格尔按下传送按钮 窗外忽然闪烁起一阵剧烈的光芒 巨大的三头怪物被传送到城市之内 吓得办公楼内的所有人落荒而逃 而被传送过来的不止一只三头怪物 还有一头超级巨大的绿色怪兽 可长得像克苏鲁怪物的红色怪兽 以及口吐岩浆的蓝色怪物 这三只体型巨大的怪物 便是阿格尔准备给浩克的人 而这些饥饿的巨大怪物疯狂袭击城市 人们只能落荒而逃 暗影基地内沙灵博士收到 怪物袭击人类城市的消息 有很多浩克的支持者们 在社交平台上请求浩克救援 但班纳博士听到后表示很不可思议 不应该让复仇者和神奇四侠出战吗 沙灵博士表示复仇者和神奇四侠不在地球 甚至冠军小队和X战警也没空敢过来 甚至还是白天时间 这无比巧妙的卡时间点一图太不云明显 班纳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洛克森的陷阱 但不论如何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知道自己被阿格尔精心安排成 前去救援的超级英雄 但他反而更想去看一下 这葫芦里麦的什么样 于是浩克带上阴神女妖和萨姆森博士 以及永远光着膀子的李克琼斯前去应战 随着传送门开启 浩克被传送到红色怪物的上空战斗 而阿格尔正喝着香槟看着电视台直播这场战斗 杀不杀死浩克无所谓 主要是为了消耗浩克的精力罢了 电视内浩克几乎快要将红色怪兽击败 但紧接着画面一闪 大量巨大的怪虫从红色怪兽身躯内钻出来 把浩克重重包围起来 一瞬间浩克陷入危机当中 洛克森公司老板阿格尔定制了四头体型巨大的怪物 并且选择在全地球没有英雄有空的时间点 将所有怪物投放到人类城市当中 而目的便是看准的浩克心软一定会为了救人而出场 浩克一行人真的前来阻止怪兽继续迫害人类城市 但是不断与怪兽战斗的浩克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劲 他以为自己战胜了巨大的怪兽 但是怪兽的身躯内居然钻出大量诡异的巨虫 这些巨虫在不断啃食着浩克的身躯 这时候早已被阿格尔买通的记者正在现场直播 记者故意将怪物的出现和浩克一行人联系在一起 让观众误以为怪物是浩克放出来的 浩克撕开怪物的身躯 身体受到大量伤害的浩克狼狈地从里面跑出来 一同钻出来的是大量的巨型怪虫 怪物带着巨虫一路狂奔不断追击浩克 而浩克和怪物战斗的位置刚好是高架桥 上面有大量的平民 巨虫开始袭击高架桥上的人类 许多人都因此丧失了生命 但浩克仍旧在尽全力阻止怪物和巨虫 可是此时记者却在直播时说到 浩克把怪物带到了高架桥上 是浩克带来的灾难 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 这场灾难都是浩克造成的 阿格尔看到女记者的新闻播报后很高兴 因为这就是他想要传播的信息 让全世界看到浩克才是灾难 就在这时候巨虫发现了正在直播的女记者 女记者躲闪不及差点就要成为巨虫的晚餐 但就在这时候好像奇迹发生了 怪虫被念动力强行控制住并缓缓升空 浩克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人后更生气了 因为眼前的人正是阿格尔找来的赞奴姆 他仿佛圣人下凡拯救苍生一般从天而降 赞奴姆不断友好的对所有人打招呼 所有巨虫都被他的念动力所束缚着 赞奴姆看似友善地对浩克打招呼 但是他的双眸蕴含着恐怖的杀眼 赞奴姆的好意对浩克来说都是各种嘲讽 作为浩克的宿敌 浩克一看到他就愤怒至极 而这一次也不例外 他更加生气地冲向赞奴姆 甚至可以说愤怒的有些失去理智 当然这一切都被洛克森电视台的记者全部拍了下来 记者将赞奴姆描绘成拯救这场危机的英雄 而浩克则是阴谋破碎而恼羞成怒的反派 不仅如此 赞奴姆还非常敏锐地发现了摄像机 他不断地对着摄像机卖惨 用满分的演技把自己塑造成被浩克迫害的无补者 通过直播看到这一幕的阿格尔都高兴死了 赞奴姆的演技比想象中还要高超 而浩克却变得越发愤怒且不理智 他甚至直接拆下了赞奴姆的机械手臂 而赞奴姆痛苦且无辜的表情全程被电视直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伽马战队又来了 吸收人直接飞身出去一脚将浩克踹飞 成功将赞奴姆拯救于生死关头 被救起的赞奴姆马上对吸收人卖惨 浩克对吸收人的愚蠢行为越发愤怒 但下一秒浩克就被传送离开 是沙琳博士将浩克传送回了暗门基地内 因为浩克再继续打下去并不会有任何好处 浩克还想质疑沙琳博士的做法 但此时沙琳博士却表示是浩克做的不对 浩克应该打败怪物并拯救平民 而不适合同样拯救了平民的赞奴姆打起来 他只觉得浩克这一次是在不断造成更大灾害 而并非是在救人 听到这浩克似乎想解释些什么 他不断重复浩克就是浩克这一句话 浩克似乎变得不再聪明 赞奴姆将野蛮浩克人格换了出来 而不朽浩克人格则是暂时掉血 现在不朽浩克重新掌管身躯后发现情况不对劲 因为浩克不断重复着浩克就是浩克 但是浩克到底是谁呢 沙琳博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的记忆似乎出现了问题 沙琳博士非常清楚地记得自己以前的遭遇 他曾经为了还债而被精病囚禁在手下打工 但这项非法的地下工作让他生不如死 直到有一天他的救星登场了 这位英雄从天而降 将精病的手下金属打倒 而沙琳博士亲眼目睹了他的英雄 那是一身红衣的夜魔侠 他宛如救世主一般破窗而入 但他的记忆却在这一刻逐渐模糊 忽然间他记忆中那拯救了他的身影变成了赞奴姆 他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变了 不仅是沙琳博士 全世界人的记忆都变了 赞奴姆变成了人们记忆中家喻户晓的明星英雄 不仅受人喜欢 还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人们每每谈起赞奴姆时都觉得很幸福 认为赞奴姆是他们人生中最棒的英雄 甚至还认为赞奴姆是个有着崇高理想的人 而这一切当然是赞奴姆和牛头人阿格尔搞的鬼 在这个人手一台手机和电脑的时代里 赞奴姆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视直播来进行洗脑 一瞬间就能将正在用手机看直播的人洗脑成功 阿格尔感叹赞奴姆的精神控制能力的强大 如果不是因为他免疫精神控制 自己绝对也会遭殃 但这项能力非常消耗能量 现在赞奴姆饿了 因此赞奴姆需要吃点能保肚子的东西 只见赞奴姆腹部的机械开始快速变形 对着阿格尔的贴身保镖冲了过去 下一秒赞奴姆极限下腰撑在地板上 腹部张开一个巨大的进尸口 即将把五花大绑的保镖丢进去每餐一顿 另一边沙琳博士找到萨姆森医生谈话 将一个平板内的视频播放给萨姆森医生听 并且请求萨姆森医生附述一遍视频内的对话 萨姆森仔细听了好几遍之后 最终说出夜魔侠几个字 听到这句话后 沙琳博士顿时放松了许多 这是他曾经和里克琼斯讲述 夜魔侠救了他的监控视频 但是现在他的记忆里却是在努母救了他 因此他拿出这个监控来通过萨姆森得到第二次确认 最终结果的确是自己的记忆被篡改了 不仅如此 全世界的人的记忆里在努母都是个好的 而这种情况一般被称为曼德拉效应 只进入公众意识的错误记忆 例如各位记得口子旁的当吗 但事实上这个字现在输入法是打不出来的 诸如此类的情况在现实世界中还有很多 诸位感兴趣还可以搜索曼德拉效应事件 沙琳博士向萨姆森说清楚 所有人都被赞努母洗脑的情况 因为如果这一切都是赞努母的洗脑 那也就说明他肯定有一个很大的阴谋 而他的洗脑目标一定是极易被影响的好客 听到这萨姆森都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紧接着就听见玻璃破碎声响起 果不其然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们急忙跑到惯喜室 李克琼斯已经这里了 而砸碎玻璃的人正是布鲁斯班纳 布鲁斯班纳露出诡异的笑容 他已经被赞努母篡改记忆并洗脑成功 此时的布鲁斯班纳变得非常癫狂 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释放自己的全部力量并征服世界 在布鲁斯班纳的想象中 他化身为有着四条手四只脚三张脸的好客 将钢铁侠和萨姆森以及妖妞被盯 甚至是美国队长都杀死 听完这一切后 沙琳博士立刻安抚布鲁斯班纳 并且告诉布鲁斯班纳 这都是赞努母对他的喜马 所以布鲁斯班纳现在这种征服世界的想法 是赞努母篡改他的记忆来植入的 布鲁斯班纳好像清醒了一点 但他却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个是真哪个世界 他只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黑暗且奇怪 此时在布鲁斯班纳的意识里 浩克被困在这里无法回到班纳的身躯 他大喊赞努母篡改了所有人的记忆 焦急的他不断尝试重新回到班纳的身躯 就在此时一个浑厚的声音叫停了浩克 只见在身后一位气势极强的浩克人格在不断靠近 这位比布鲁斯浩克大了整整一大圈的正式律商 也就是所有浩克人格中最强的律商大帝 律商大帝带领布鲁斯浩克到达一个奇妙的精神空间 这里是布鲁斯班纳的内心世界 所有的浩克人格以及班纳讨厌的人都待在这里 律商大帝带着布鲁斯浩克翻山越岭 他们看到了一脸不高兴的背地雕像 以及被牢牢困在精神世界的恶魔浩克 还有也被封印起来的灰浩克乔伊 最终他们来到了目的地 那里就是布鲁斯班纳精神世界的终点 这名小男孩便是布鲁斯班纳的精神状态 此时的他吃着赞奴姆代言的汉堡薯条 甚至还看着赞奴姆出演的动画片 赞奴姆已经彻底将布鲁斯班纳给洗脑了 但布鲁斯班纳之所以沉浸于此 是因为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快乐童年 但布鲁斯浩克才是班纳的真实童年 因此能够解救班纳的人也只有布鲁斯浩克 只见愤怒的浩克直接一拳头打碎电视机 吓得小布鲁斯班纳原地变小 浩克在这破损的电视机内发现了蹊跷 里面居然有一条通道 在绿伤大地的指引下 浩克转身钻入这条隧道当中 现实世界里布鲁斯班纳忽然倒下 紧接着两根手指从他的嘴里冲出来 甚至变成一整根手臂钻出来 下一秒浩克整个人冲破布鲁斯班纳的身躯出现 布鲁斯浩克再度掌控身躯回到人间 现在布鲁斯浩克非常生气 赞奴姆和洛克森公司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很快在纽约市中心的洛克森广场上 浩克一行人正在被快速传送过来 浩克和萨姆森以及里克琼斯和妖鸟贝蒂一起出动 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复仇和结束一切 他们立刻冲进洛克森大厦内打了起来 却发现这里的守卫居然都是半人半机械的诡异生物 也正是因此浩克才敢更加竭尽全力战斗 如果是赞奴姆专门制造了一批生化人来阻止浩克 那么浩克很乐意将他们全部砸烂 阿格尔质问赞奴姆为什么浩克没被控制住 他公司的员工怎么全都变成了生化人 赞奴姆坦言自己非常饥饿 而他吃下去的人全都会被转化成受他控制的生化人 阿格尔顿时发现情况非常不妙 他明白自己已经被赞奴姆背叛了 紧接着赞奴姆身区内伸出爪粉 把无处可逃的阿格尔牢牢束缚住 以为自己算盘打得叮当响的阿格尔 现在也即将要成为赞奴姆的一顿美餐 正在战斗中的萨姆森表示要擒贼先擒王 要上到最顶层直接抓住阿格尔和赞奴姆才行 于是浩克冲向电梯门 双手插入墙中用力一扯直接将电梯拆下 萨姆森和妖鸟背地将在楼下控制生化人 浩克和李克琼斯则从电梯紧爬上去 很快来到最顶层的浩克扒开铁门 他嚷嚷着要阿格尔和赞奴姆出来受死 但是下一幕让浩克都大为震惊 因为此时出现在浩克面前的阿格尔已经不成人形 扭曲又诡异的外观让人看着都感到害怕 毫无疑问阿格尔已经被赞奴姆转化 赞奴姆忽然出现在浩克的身后 他还在尝试控制浩克的精神 浩克与赞奴姆双目对视的一瞬间变中招了 赞奴姆不断施展精神控制的能力 此时的浩克的大脑已经快要承受不住 李克琼斯想要出手阻止赞奴姆 但赞奴姆一点也不在乎 因为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浩克的精神 可这一切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只见一个身影出现在浩克的脑海里 他就是绿伤大帝 绿伤大帝立刻顶替不朽浩克的人格并掌控身躯 同时他的手臂上冒出大量攻刺 绿伤大帝奋力一拳打在毫无防备的赞奴姆身上 直接将他打得四分五裂不成人形 赞奴姆被绿伤大帝一拳打败 也是这一瞬间全世界的人都解除了赞奴姆的困扯 所有人都清醒了过来 绿伤大帝人格已经离开了 浩克再度掌控身躯 一切都结束了 浩克决定下去帮助萨姆森 而李克琼斯此时却没有离去 他忽然间变得不太正常 表情变得奸诈又诡异 他决定放阿格尔一条活路 李克琼斯的肉身背后 藏着的灵魂居然是大头目 他通过嘎玛地狱的绿门掌控了李克琼斯的身躯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赞奴姆被打败后 所有人都恢复了记忆 原本所有人都在赞奴姆的洗脑下偷骂浩克 现如今他们都意识到是自己错怪了浩克 例如说浩克曾经做错过 但他现在想做个好人 又例如老夫人表示班纳其实没什么坏心眼 这位大叔想夸浩克但是连怎么夸都不太会 美国队长也公开声明浩克是个好人 他甚至还能从浩克身上看到初代复仇者的身影 甚至还有乔治维尔市长公开邀请浩克前去参观 连暗影基地内的女员工都对布鲁斯暗送收播 但是正所谓祸福相依 阴森女妖贝蒂找到了布鲁斯班纳 他开口就表示要离开暗影基地不和班纳混了 听到这班纳表示很不理解 但他想和贝蒂谈论这件事 而不是和阴森女妖谈 阴森女妖不愿意变回自己贝蒂的模样 自从这一次班纳复活之后 贝蒂就一直不肯正面和班纳好好谈一次 一直尝试和贝蒂面对面聊天的班纳屡次碰底 这一次他决定不再忍让 被激怒的阴森女妖按道布鲁斯班纳 他大喊这就是真实的他自己 但布鲁斯班纳很清楚这根本不是 贝蒂恨着布鲁斯班纳 但不知道如何表达和解决这种情绪的贝蒂 决定一直以阴森女妖的外观去逃避这段感情 因此他们的感情产生了不可缝合的裂缝 心灰意冷的阴森女妖转身离去 他决定彻底离开布鲁斯班纳的身边 不想再被布鲁斯班纳所囚禁 他离开了暗影基地 离开了自己丈夫的身边 背地飞向天空 向着自由的方向前进 布鲁斯班纳根本没有追上去的打算 几天之后 浩克应邀来到乔治威尔市 虽然打败赞努母的确为他攒下很多名声 但浩克还是需要走进群众来维持自己善良的形象 例如做一点帮助灾区建个房子之类的友善行为 这时候一位看不懂气氛的记者提问 市长先生 浩克几个月前才袭击过乔治威尔 为什么又要迎接他回到这里呢 市长立刻反驳 浩克当晚并没有袭击任何人 他只是路过 是复仇者的大炮毁了整个小镇 这时候浩克突然激动起来 他讨厌复仇者 因为复仇者从未把浩克当作朋友 他们虽然说浩克也是复仇者 但是复仇者们却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浩克 浩克在气头上越说越激动 这一路把在场的记者们都吓得够巧 生怕浩克突然对他们发飙 旁边李克琼斯一直在盯着浩克 市长先生也说着一些话来安抚浩克 浩克顿时清醒过来 摆出一副憨厚的样子表示自己能帮忙建房子 看到浩克情绪稳定下来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唯独李克琼斯感到不满 他靠近浩克的身边不断安慰着浩克 李克琼斯伸出手按在浩克的手上 但这表面上看似贴心温柔的安抚 其实是在向浩克的身躯输送过量的伽马能量 很快浩克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太对接 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知道有一股伽马能量在他的身躯内扩散 这股狂暴的伽马能量快速充斥浩克全身上下 使得浩克痛苦万分惨叫连连 而他根本无法掌控这股突然暴涨的伽马能量 最终导致浩克整个身躯爆炸开 并且将整个小镇再次移为屏蔽 爆炸已经结束 记者杰基正迷里呼呼地睁开眼 在记者杰基身边的是一群在爆炸中存活的记者们 而杰基和这群记者之所以能够在大爆炸中幸存活 是因为李克琼斯挡在了这群记者们的面前 用身躯承受了所有因为浩克爆炸而带来的伽马能量 现如今他被伽马辐射炸得全身扭曲 看起来十分甚燃 更惨的是浩克爆炸这件事被记者的摄影机全程直播了出去 现在就算浩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自己的罪名了 沙琳博士想要赶紧把浩克传送回暗影基地 但刚爆炸过的小镇的强烈辐射让传送机无法运作 现在浩克只能痛苦地在原地咆哮 因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爆炸 和浩克相熟的记者杰基看出了浩克不对 他想要去安抚浩克的情绪 但是就连浩克都阻止杰基靠近 他也害怕自己会再伤害人 浩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并且感到无比的痛苦 就在这时候吸收人忽然出现 他甩动大铁锤直接将浩克砸飞出去 紧接着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伽马战队 再度降临到浩克的面前 这一次他们是为了抓捕因爆炸 而害死一整个小镇的人的浩克而来 矮瑶斯毫不留情面地把大炮瞄准浩克 浩克下一秒就受到重击直接倒飞出去 倒在地上的浩克可怜巴巴地不断解释道 不是这样的 浩克 浩克不想这样 浩克不想打架 但泰坦尼亚不给浩克选择的机会 他直接飞龙起脸暴走浩克 记者杰基发现浩克并没有乐意 他想出面阻止巴马战队 快住手 你们没必要打他 他都没有在抵抗 吸收人对于杰基的这番话根本不屑一顾 把杰基急得直接不顾危险冲了过去 而李克琼斯以诡异的姿势看着远去的杰基 他身躯内的首脑现在要开始计划的下一波 矮瑶拦住杰基 不准他靠近浩克 而杰基表示现在的浩克根本就不想伤人 所以伽玛战队没必要攻击浩克来让他屈服 矮瑶说他不能冒险让浩克离开这里 浩克还有可能在爆炸 但杰基表示浩克现在只是坐在地上哭罢了 根本没有危险 所以杰基想要让伽玛战队骑马好好和浩克谈一下 浩克会听的 泰坦尼亚觉得杰基太烦人了 于是开始驱赶杰基 但杰基一个弱女子又怎么受得住女强人泰坦尼亚的推子 于是杰基一下子就被泰坦尼亚推倒在地 看到自己的朋友杰基被伤害 浩克立刻失去了理智 他挣脱吸收人的束缚并轻松扯断他的手臂 然后把吸收人狠狠地按在地上抱吹 一边锤一边大喊 你们敢伤害浩克的朋友 浩克就伤害你们 你们所有人 杰基健壮马上对浩克大喊 浩克不要 我没事 泰坦尼亚看见老公被揍也是生气至极 他开启飞行器冲向浩克 居然直接顶住浩克硬生生将一辆挖掘机撞穿 泰坦尼亚开始暴揍被按在身下的浩克并且不断进行嘲扶 但这点伤害对浩克来说不通不一 他挥出愤怒的一拳直接将泰坦尼亚打飞出去 并且大喊道 我受够了 受够了受伤 浩克现在要终结他 浩克要终结你们 泰坦尼亚正在遭受浩克的暴打 断臂的吸收人疯狂转动脑瓜精想办法就自己老头 他在想这里有什么是自己可以吸收的 泥土吗 还是风 忽然间他想到了 这里还有大量的伽马能量可以吸收 忽然间风云变色 吸收人吸收了蕴含大量伽马能量的泥土变身成百丈巨人 此时在暗影基地内 萨姆森博士来到研究室内找东西 萨姆森的注意力 这是一个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的伽马辐射实验体 他叫戴尔 一直被科研人员研究 但基本没有救活的可能 萨姆森听完这些故事后 开始继续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就在这时一名科研人员突然发出痛苦的声音 紧接着他口吐绿色液体 然后身躯开始融化并快速死去 看到这一幕的萨姆森都被吓到了 因为实验舱内的戴尔他突然活了过来 他的手融化了实验舱 并将一名科研人员的肉身融化 戴尔这时候开口说道 你好啊 萨姆森好久不见 萨姆森让身后的科研人员赶紧跑 他要为在场的无辜者们争取逃命的时间 戴尔一边撕扯自己的头颅一边说话 每一句话都在说他和萨姆森有多数 而萨姆森看到戴尔那巨大的脑子时终于云瓣 是手脑控制了戴尔的身躯 手脑兴奋地冲向萨姆森 双手大拇指直接扣入萨姆森的眼眶 嘎玛能量随着手脑的手指 直接贯穿萨姆森的大脑 一瞬间就将萨姆森杀死 等萨姆森再度睁开眼时他惊待了 因为他又回到了嘎玛地 在他的面前还站着真正的手脑 在手脑的眼前还有三扇绿色的门 手脑表示包括萨姆森在内的嘎玛石油者死后 都会来到嘎玛地 但很快绿色的门打开后 他们都能重返人间 就像现在萨姆森的绿色之门也即将开启 但手脑现在要像控制里克琼斯和戴尔的绿色之门一样 他要做点特别的事情来改变绿色之门 萨姆森想要叫手脑赶紧停手 但手脑根本不会听萨姆森的话 一瞬间红光照耀 绿色之门在手脑的手中反转 然后变成了红色之门 红色之门意味着萨姆森再也无法返回元件 但萨姆森并不是手脑的主要目标 手脑要下一盘棋 一盘非常大的棋 在不久之前的嘎玛地狱里 手脑见到了嘎玛地狱的领路人鬼父布莱恩 布莱恩被万物之下欧逼为宿主后 一直依赖布莱恩进行运作 万物之下是纯粹的邪恶和欲望 他不和任何人谈条件 此时手脑却说他想代替布莱恩在嘎玛地狱的位置 然后放布莱恩自由 甚至可以让布莱恩重返人间 但这需要一点点小代价 被这个条件诱惑到的布莱恩握紧了手脑的手 但下一秒情况变得不太对劲 手脑的头部撕裂开来 并且伸出口气咬在布莱恩的脸上 随着口气如同喝奶茶一般用力猛吸 手脑居然将布莱恩整个人吞进了肚子中 当手脑张开大嘴狂笑时 甚至还能看见喉咙深处的布莱恩 现如今手脑成了嘎玛地狱的领路人 也成了万物之下欧逼为的宿主 而他有着和万物之下欧逼为一样的目标 此时此刻巨大的嘎玛吸收人 正在不断攻击浩克 嘎玛吸收人挥舞的每一拳都能带出猛烈的飓风 这体型差距数百上千倍的浩克难以关手 但浩克还是抓住了机会 他牢牢抓住地面防止自己被飓风吹走 然后双手聚拢在一起训练 紧接着他使用出浩克经典的招式排云掌 一招排云掌直接将吸收人的巨大身躯 直接吹在一大半 另一边杰基一行人在旁边观战 矮腰举着大炮正在找机会攻击浩克 杰基还在劝他们找机会温柔点和浩克谈一下 但是泰坦尼亚觉得根本没有和浩克谈的必要 因为浩克已经让非常多人受伤了 例如远处被浩克的爆炸变得无比扭曲的李克琼斯 但下一秒泰坦尼亚愣住了 因为他不知道李克琼斯为什么要笑得那么开心 与此同时在暗影基地内 首脑已经彻底不用担心萨姆森会复活了 现在首脑要在暗影基地内完成他的计划 与此同时一无所知的沙琳博士呼叫着萨姆森 因为吸收人把伽马能量都吸收走了 所以传送器再也不受影响了 伽马地狱中首脑的声音同步在戴尔和李克琼斯的身躯内说出 妻子全都落在了恰当的地方 虽然谁都没法提前预测到整个过程 泰坦尼亚冲过来想要检查一下李克琼斯的情况 但首脑立刻操控李克琼斯的身躯对泰坦尼亚大感出手 吸收人看到老婆突然被李克琼斯攻击 憎怒的他迫不及待想要将浩克彻底解决 对各种情况一无所知的浩克还打算救李克琼斯 一直等不到萨姆森回应的沙林博士决定先传送一个人回基地 首脑则在暗影基地内寻找着自己的目标 沙林博士现在为先传送回哪个人先而犯了难 他此时并不知道李克琼斯已经被首脑控制 而他最终决定先把李克琼斯传送回来 因为浩克是不朽的 死了也可以复活 殊不知这一切正好符合首脑的计划安排 下一秒李克琼斯被传送离开 矮妖娜瞄准浩克的高能大炮也成功发射出去 仅仅一瞬间就将浩克的身躯和大脑直接贯穿 浩克受到了致命伤 他倒在废墟当中死去 野蛮浩克的人格回归到意识当中 而在他的身边是绿伤大帝 只是现在的绿伤大帝人格已经被首脑占据 这一切都在首脑的计划当中 布鲁斯班纳很小的时候经常遭到父亲布莱恩的打骂 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就一直有一位浩克陪伴着小布鲁斯班纳 而这个浩克就是连成年后的布鲁斯班纳都害怕的魔鬼浩克 此时的魔鬼浩克却被枷锁牢牢束缚在班纳的心灵世界当中无法动弹 而封印魔鬼浩克的人正是在准备伤害班纳和浩克的首脑 这里是布鲁斯班纳存放人格的心灵空间 此时占据绿伤身躯的首脑正拖拽着浩克不断前行 而被拖拽住的野蛮浩克憨憨地说道 我想要爸爸 首脑不懂浩克在说什么 他举起自己的拳头打在野蛮浩克的头上 然后拽着野蛮浩克继续赶路 而首脑的真正目的地便是锁着乔伊和布鲁斯班纳人格的底部 班纳看着眼前的绿上 他很清楚首脑控制的绿上 乔伊好奇地问首脑是怎么做到进入他们大脑意识身处的 首脑表示进入他们的大脑当然很难 但这一次他走了后门 与此同时在伽玛地狱当中 首脑也正对着浩克的绿色之门说话 而他说话的时候 李克琼斯的身躯也会同步说话 不仅如此 暗影基地内被首脑控制的戴尔身躯也在同步说话 现在首脑控制了李克琼斯和戴尔和浩克的身躯 而首脑并不打算杀死沙灵博士 他还想让沙灵博士为他工作 就在首脑专心和沙灵博士聊天的时候 伽玛地狱中的萨姆森抓起镶着水泥的钢筋 直接砸破首脑的大脑 剧烈的疼痛让李克琼斯和戴尔的身躯臀部发出跑响 而萨姆森打完这一下后立刻转身就跑 萨姆森偷袭手脑的行为为沙灵博士争取到了反击的机会 他立刻启动场地风阻 将自己和李克琼斯和戴尔关在一起 然后立刻启动传送机 但他并不是只是要把自己传送走 随着人狠话不多的沙灵博士按下传送键 沙灵博士身边瞬间生成1.8米直径的传送阵 传送阵瞬间将旁边的李克琼斯身躯硬生生切断 多重疼痛让李克琼斯和戴尔和首脑以及律伤发出咆哮 在布鲁斯班纳的意识深处 首脑抹去律伤的鼻涕 心情并不好的他首先要拿布鲁斯班纳发泄一下 他很想折磨布鲁斯班纳 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首脑决定还是直接把布鲁斯班纳抓进绿色之门里 布鲁斯班纳疯狂大喊救命 他祈求有人能够救救他 而在布鲁斯班纳这存放人格的意识深处 还真的有人回应了他 首脑不敢置信地回头看过去 只见远处仿佛发射了一颗导弹 这枚导弹落地后首脑也终于看清楚来者和人 他是就连控制了绿伤身躯的首脑都害怕的存在 首脑为了避免和他正面战斗甚至封印了他 而这位让首脑慌张成这般模样的不是别人 正是深爱着布鲁斯班纳的魔鬼浩克 他是在班纳幼年时晚如父亲一般深爱着班纳的志强浩克 首脑发出求饶的惨叫声 但恶魔浩克根本不给首脑任何机会 他一遍又一遍地抱锤在首脑控制的绿伤大抵身躯上 甚至将这片区域都砸成废墟 首脑抓住间隙对恶魔浩克大喊 住手 我是律商 首脑没有在控住我 恶魔浩克大声回应 我可以闻出谎言的味道 我知道你在撒谎 首脑被逼无奈只能用出了自己的绝招 他将自己的模样变成班纳的父亲布莱恩 然后对着恶魔浩克大喊 儿子 我是你爸爸 恶魔浩克被这一幕吓到 因为他也无法分辨这到底是真是假 而一直以来多无比厌恶自己父亲的班纳顿时就怒了 班纳怒斥布莱恩满嘴胡话 他冲过去恨不得立刻手撕布莱恩 但是下一秒布莱恩的身躯变得扭曲且巨大 仅仅一瞬间就将班纳牢牢抓在手中 他还是首脑 一直以来都是首脑 恶魔浩克见状想要立刻阻止首脑 就在这时最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从昏厥状态醒来的野蛮浩克冲了过来 但他不是冲向首脑 而是紧紧地抱住了恶魔浩克 野蛮浩克像个孩子一样大喊 浩克不想要这样 从来都不想 浩克不要爸爸死 浩克只要爱 只要爱浩克就好了 恶魔浩克看着心性单纯的野蛮浩克仿佛也心软了 但此时此刻的情况可容不得他心软 因为此时首脑的伽马身躯 已经进化到了一种无比扭曲的状态 首脑靠近无法动弹的恶魔浩克说道 你从来都不是他们的父亲 然后下一秒首脑的头部裂开 并对恶魔浩克发动攻击 一瞬间就撕裂了恶魔浩克的身躯 并把他的脊椎和头颅扯了出来 野蛮浩克却仍旧牢牢抓着恶魔浩克的身躯 恶魔浩克死了 但这并不是野蛮浩克想要看到的结果 他不想要任何人死 他只想要大家都别打架 生性单纯的野蛮浩克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害死了魔鬼浩克 他哭得像个受伤的孩子 首脑则扮演父亲的身份说道 我爱你 你这个傻到极致的孩子 真是个愚蠢的孩子 紧接着首脑抓着布鲁斯班纳扭头走向绿色之门 他还要施展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距离绿色之门越来越近的班纳只能大声求救 但最终不知所措的野蛮浩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然后看着绿色之门关闭 野蛮浩克的一直再度回归到现实的身躯中 此时的他已经被伽马战队抓到了阿尔法战队的空间站里 甚至为了防止他逃跑 还在不断抽离浩克的体内的伽马能量来进行削弱 看到这一幕的灰浩克乔伊生气的大喊 干得漂亮 你个傻圈 恶魔浩克死了 班纳被手脑带到了地狱中 现在你和我被困在太空监狱当中 接下来我们还能怎么办 此时此刻在伽马地狱当中 布鲁斯班纳正在遭受极端的痛恶 他看不到任何东西 甚至感觉似乎有东西在啃食他的身躯 画面一转 在野蛮浩克的尸体上方是极度扭曲的布鲁斯班纳 他的身躯连接着各种扭曲又诡异的出手 形成了宛如大脑一般的图案 在班纳的后方是手脑在看着这一切 同时在班纳的上方是数百个打开着的绿色之门 此时此刻在阿尔法空间站中 躺在冷冻舱内的是大脚怪沃尔特的尸体 但原本应该早已经死透了的尸体 却突然发出诡异的绿光 另一边伽马战队的成员 正在讨论关于浩克的事情 他们对于浩克会突然爆炸 毁掉一整座小镇这是很蹊跷 记者马基表示 他看见浩克在爆炸前被李克琼斯摸了一下 他觉得有可能是李克琼斯搞的 鬼才让浩克爆炸的 这时候响起一个浑厚的声音 大脚怪居然走了出来 并且说道 不是李克琼斯蛋的 是控制了李克琼斯身躯的首脑蛋的 众人看到大脚怪后非常吃惊 因为沃尔特早死了 但眼前的大脚怪并不是沃尔特 而是从伽马地狱归来的萨姆森博士 此时在监禁设施内 阿尔法战队的代理指挥官亨利 不断嘲讽眼前的浩克 此时的浩克被吸收伽马能量的仪器控制住 变得全身干巴巴 手无腹肌之力 在意识深处 灰浩克乔伊和野蛮浩克的人格意识 被困在此处 现在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而布鲁斯班纳之所以会被手脑带走 全都是因为野蛮浩克 做出了那么多傻事 乔伊对着野蛮浩克就一顿臭骂 直接把野蛮浩克给骂哭了 现实中被困住的野蛮浩克 身躯也流下了眼泪 代理指挥官亨利以为野蛮浩克害怕到 他反而更自信地表示 你要是挣扎或者变身 这个仪器上的镣铐 也会跟着变换尺寸 所以你逃不掉了 一听到这回浩克乔伊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因为现在的浩克 早就不再玩变身 缩小身躯的那一套方法 只见野蛮浩克的身躯 开始两眼翻白 他的毒字也忽然变得极其巨大 一眨眼的功夫 这巨大的肚皮破裂开 而灰浩克乔伊 居然从野蛮浩克的身躯中钻了出来 这便是浩克们拥有的全心复活的能力 乔伊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 三下五除二 就将指挥官亨利和守卫打倒 收到消息的伽马战队 和大脚怪立刻赶过去 在路上他们就撞上了 拿着枪逃了出来的灰浩克乔伊 而大脚怪萨姆森 一下子就认出了 这并不是布鲁斯班那本 大脚怪萨姆森 原本还未能见到灰浩克乔伊感到高兴 但灰浩克乔伊可不管这么多 他直接对着开空站走廊的窗户开枪射击 然后任由窗户外强大的吸力 将自己吸入宇宙当中 要不是大脚怪用力 顶住这恐怖的吸力 伽马战队全部成员 暗都怕是要死在宇宙中 坠入宇宙当中的浩克 被地球引力所捕捉 他正在极快速地往地球坠落下去 在飞行的过程中 他让野蛮浩克掌控身躯 因为只有野蛮浩克的身躯 可以顶住这恐怖的高速坠落而不死 野蛮浩克坠落在海岸附近的水域 当他成功爬到岸边的时候 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野蛮浩克抬头看去 正是自己的老对手石头人 神奇四峡检测到浩克在坠落地球后 石头人便自到奋勇地 前来逮捕浩克 下一秒浩克被石头人的拳头中击 野蛮浩克居然被石头人一拳 就打倒在地上 当浩克的拳头打在石头人脸上的时候 石头人只觉得浩克的拳头软绵无力 仿佛现在的浩克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但就算如此他 还是不会放过野蛮浩克 他坦言到现在的浩克 比起以前弱太多了 石头人不断说着现在的浩克有多弱小 石头人看到浩克居然哭了 反而更加看不起浩克了 直接一巴掌扇过去将浩克打飞 浩克哭着抓起一根电线杆 轮圆了胳膊甩过去 砸在石头人的脸上 但这对于石头人来说 依旧是不痛不痒 在石头人眼里 现在的浩克就像是在无理取闹撒泼打鼓 早已经不是石头人认识的 那个强大的浩克了 石头人不断痛揍野蛮浩克 而野蛮浩克居然被打怕了 直接求饶 他哭着大喊 别打了 别打浩克了 别伤害浩克了 但是看到这番求饶的浩克后 石头人更加看不起浩克 因此还是决定把浩克暴揍一顿来泄粉 就当作为了那些被浩克害死的人打的 在这一瞬间 灰浩克乔伊 突然把野蛮浩克的人格撤下 但石头人这一拳完全不可能收敛 这一拳下去直接把乔伊的双手 打成粉碎性骨折 石头人以为乔伊是布鲁斯班纳 赶紧道歉 但是灰浩克乔伊喊道 他是个孩子 他还是个孩子 石头人听到这话一头雾手 看着乔伊这质疑的眼神 石头人怂了 他明白眼前的人也不是布鲁斯班纳 而是另一个人格 石头人还想扶灰浩克乔伊去医院 但是灰浩克忽然让野蛮浩克掌控身躯 来治愈手臂 然后灰浩克的意识再度占据身躯 他们的身躯就这样被治好了 之后石头人和乔伊一起坐下来聊了聊 灰浩克乔伊逃亡 这么久终于吃到正常的食物了 在这次交谈中 灰浩克乔伊说出了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 把石头人吓得要带乔伊回去找神器四侠 一起解决手脑 但灰浩克乔伊知道这件事太过于诡异 只有能够进入伽玛地狱的人才能够解决 因此他暂时拒绝了石头人的帮忙 等吃饱喝足之后 石头人决定放走乔伊 只要乔伊不要做出 让石头人感到后悔的事就好 另一边在爱女基地内 被封锁的传送器实验室内 封锁的金属墙体正在被融化 一双手穿过了被融化的金属墙体 被首脑控制着的伽玛实验体 和里克琼斯的头颅连接在一起 他们穿过墙体 终于自由了 在伽玛地狱当中 首脑正在看着眼前造型怪异的布鲁斯班纳 布鲁斯班纳已经成为首脑汲取力量的人质 首脑发现自己通过布鲁斯班纳 看到了很多奇怪的画面 这些画面跟他想象中的有很大偏差 因为布鲁斯班纳的灵魂在伽玛地狱中 而他的人格灰浩克乔伊和野蛮浩克都在人间 所以伽玛能量通过他们来回传送 而这些伽玛能量都将传送到伽玛地狱 最终被万物之下吸收殆尽 这正是首脑那庞大计划中的一环 但他依旧觉得漏了一些什么东西 可是他想不通自己的计划到底缺了什么 这时候响起一个声音 原来是首脑吞噬掉的布莱恩的灵魂在说话 布莱恩表示万物之下并不在首脑的掌控当中 首脑明白了 原来他至始至终都没有控制住万物之下 万物之下一直在利用首脑汲取干脑的力 只见天空上巨大的万物之下张开血盆大口 从中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抓向地面上的首脑 首脑看着贴面而来的大手还想求劳 但是下一秒他就已经被万物之下按住了 万物之下愤怒地折磨着首脑 但这并不只是单纯的折磨 万物之下的绿色烟雾灌入了首脑的身躯内 彻底和万物之下创建连击的首脑论物 他眼睛冒着光芒说道 我明白了 我看到了 在和和气气纽约城的一家咖啡馆内 灰浩克乔一正在里面喝着咖啡 思考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 乔一有脑子但是没有战斗力 野蛮浩克变成了弱姬状态 战斗力也不高 而他们的主人格布鲁斯班纳 被首脑抓到了嘎玛地狱中 现在的乔一不知道要如何就回班纳 只知道现在他得想办法活下去 灰浩克乔一走在大街上寻找倒霉蛋 锁定目标后假装不小心撞倒 然后他就得手了一个装满钱的钱包 紧接着他来到一家首饰店内 用偷来的钱包里的信用卡买下首饰 再把用信用卡刷来的首饰 卖到不太正规的典当行内 这样一倒腾就成功拿到了钱 在生存方面 灰浩克乔一非常有经验 他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 此时此刻在阿尔法宇宙空间占领 代理指挥官亨利 找了一队人来抓逃跑的野蛮浩克 而他找的这一队人骂 正是作恶多端臭名远扬的优恶人 但现在他们已经被美国政府招募 专门为逮捕浩克而战 随后优恶人们开始展示自己的能力 全身由金属组成的铁甲冲过去 一拳将用来练习的机械 浩克砸断脑袋瓜 优恶人中的矢量一抬手 强大的作用力瞬间贯穿了 机械浩克的身躯 名为射线的恶人跳起来 他能创造高温辐射来攻击敌人 最后是名为蒸汽的恶人 他的全身都有气体组成 并且还可以改变成分 变成各种致命毒气 石亮问指挥官亨利 既然他们能力都展示了一遍 那什么时候才能去执行任务 逮捕浩克 指挥官说道 只要浩克再次出现 就能立刻发现他 在和和气气的纽约城中 警察正在抓人 而他们要抓的人 正是支持浩克的一个少年 警察一把将旁边路过的 灰浩克乔一推开 然后冲过去按住少年 辣椒水和警棍都已经叙事待发 而乔一知道这件事不归自己管 虽然这孩子是支持浩克的人 但乔一本身也不是一个 爱管闲事的好人 但是经过一番心理挣扎之后 乔一和野蛮浩克达成共识 这件事他挥浩克乔一 还真就管定了 乔一将身躯交给野蛮浩克控制 下一秒野蛮浩克举起警车大喊 说完后野蛮浩克直接将警车砸下去 生气的野蛮浩克还将警车一分为二 吓得警察直接落荒而逃 但还没等浩克感慨两句 他的身躯突然遭到了袭击 一瞬间变得千疮百孔 而袭击野蛮浩克的人正是优恶人 他们收到浩克出现的消息后 瞬间传送到地球上 并对浩克发动了攻击 铁甲冲过去重拳出击 将浩克按在地上不断捶打 但是浩克比想象中落太多了 这皮包骨的模样和雷洛的实力都不像是浩克 浩克抓起暴飞的警车 然后直接砸在铁甲的头上 不出所料的是 铁甲毫发无伤 而优恶人在玩一种游戏 每个恶人轮番上阵攻击浩克 一套技能打完 但如果浩克没倒下 就轮到下一位上场 蒸汽自告奋勇地冲上去 他的气体身躯疯狂灌入浩克的肺 这窒息的感觉让浩克直接吐了出来 按耐不住的矢量冲了上去 他使用强大的排斥力场对浩克发动攻击 这直接让浩克的皮肉被层层剥离 野蛮浩克只能艰难地抓着地面 矢量健壮更是增强力量 将野蛮浩克手掌上的血肉全部削成骨头 浩克的双手再也抓不住地面 只能被矢量的排斥力场打飞出去 浩克被打飞得很远很远 甚至被打飞到纽约隔壁的新泽西州 在冰天雪地的新泽西州的某处 被重伤的浩克倒在坑中 意识已经模糊 当他睁开眼的时候被吓到了 因为优恶人已经追到了他的面前 不知为何浩克已经无法自愈身躯 他拖着露出森森白骨的身躯爬起来 还要继续反抗优恶人的攻击 矢量看到浩克如此顽强 便想继续攻击浩克 但是铁甲挡住 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可不是这样的 下一个发动进攻的人应该是射线才对 作为最后一个发动进攻的人 射线打算好好招呼一下浩克 他发射出高强度的反伽马射线攻击浩克 反伽马射线对浩克来说 是宛如毒药一般的辐射 这使得浩克变得格外的痛 他的身躯也在这强大的反伽马辐射中 持续变异 逐渐在反伽马辐射中 变得越来越诡异甚 最终这强大的反伽马辐射越来越强 竟然将浩克的身躯 直接灼烧成一具干尸 或者说直接烧没了所有血肉 只剩下一具 发着强烈辐射光芒的骷髅倒在坑中 正意味着浩克和乔伊都一起死 当他们睁开眼的时候 他们的灵魂再度来到了伽马地狱当中 而出现在眼前的东西 让野蛮浩克无比震惊 灰浩克乔伊看到了眼前那诡异的东西 那是体型巨大的手脑 他已经进化成了一种无比诡异的形态 此时的手脑他瞪大双眼 看着灰浩克乔伊和野蛮浩克 被吓坏的野蛮浩克和乔伊 正想通过绿门回到现实世界复活 但没想到手脑他居然动了 手脑双手核实 能够复活的绿门顿时变成红色的死门 野蛮浩克和灰浩克乔伊再也回不去了 大量造型诡异的怪物 从手脑的手掌心内飞出来 而手脑也在立声咆哮 他要将浩克变成一副强大的空壳 自从和万物之下 彻底连接之后他就明白了 这是浩克的宿命 这是命中注定的事 浩克和乔伊听不懂手脑到底在说什么 他只知道要出大问题了 大量长满触手的怪物正冲向他俩 被控制的布鲁斯班纳在大声咆哮 他仿佛听到了浩克和乔伊的声音 但是他现在也自身难保 因为此时的布鲁斯班纳正在手脑的大嘴当中 而手脑冲着天际狂喷噶马能量 在他的身下是雷弱的浩克和杀红眼的乔伊 为了活下去 他们只能拼尽全力战斗 不然就会沦为和这些怪物一样的鲁克 此时此刻在现实世界的星泽西中 杀掉浩克的射线还在不断对浩克发射反伽马射线 为的就是防止浩克忽然复活然后攻击他们 这时候蒸汽对射线说道 再把反伽马射线的功率调大点 我怕出什么岔子呢 于是射线将更加强烈的反伽马射线 照射在浩克的干涉上 但这股反伽马射线似乎正在令浩克发生一变 在伽马地狱中 乔伊已经杀红了眼 原来他吸收了全部的反伽马辐射 他变得异常奋力 肤色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乔伊怒吼 我可是阳光乔克 我可是无敌浩克 下一秒 乔伊在强大的反伽马射线的作用下 变身成全身通红的反伽马浩克 乔伊双掌合时 强劲的锋利直接吹飞那些怪物 并救下野蛮浩克 野蛮浩克看着乔伊好奇的味道 你是红浩克吗 乔伊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能让他们复活的绿门也再度开启 现实世界中 躺在地上的浩克干尸 顿时睁开了眼 紧接着迅速自愈的浩克 在幽恶人 惊讶的眼眸中站了起来 反伽马浩克乔伊回归了 现实世界中的身躯 刚才幽恶人们不是非常嚣张吗 现在终于轮到他出手 反伽马浩克复活回归人间 他霸气又嚣张地表示 幽恶人四个人被他一个人包围了 幽恶人看到辉浩克这么嚣张 当然很生气 铁甲一马当先挥起拳头 就冲向灰浩克 但是铁甲的拳头 在灰浩克看来实在太慢了 灰浩克单手捏住铁甲的拳头 紧接着用力一捏 铁甲的金属左手便被捏得骨折 但依旧倔强的树的终止 浩克一游未尽 还想亲手把铁甲的脑袋 开个瓢看一下 这一幕把另外三个恶人 看得心惊胆战 因为下一秒铁甲 那金属脑袋已经被捏变了心 眼看铁甲小命就要没了 吓得射线赶紧让石亮就一下铁甲 石亮立刻使用石亮洞 能将灰浩克击飞出去 才勉强救下了头部扭成麻花的铁甲 而蒸汽看到铁甲被灰浩克 伤害成这样厚梦了 此时灰浩克顶住石亮洞 同时不忘继续冷潮热讽一下 愤怒的蒸汽立刻变身成为硫酸气体 冲着浩克扑过去 他是要将浩克腐蚀成一滩肉鱼 但灰浩克一点也不害怕 灰浩克缓缓靠近石亮 而石亮却完全没意识到危险 在这一瞬间浩克张开嘴 将所有硫磺气体喷向毫无防备的石亮 直接将石亮的眼睛严重灼烧 蒸汽意识到闯祸后赶紧拯救石亮 而石亮已经不想再和灰浩克纠缠了 他大手一挥使用石亮洞笼 直接将灰浩克远远打飞了出去 而灰浩克对此也并不在乎 反正他也不想打 另一边在阿尔法空间站内 指挥官亨利听到优恶人 没有抓到浩克的消息后很生气 而优恶人现在有两个人受到了重伤 士气大跌不爽 他们还认为是指挥官亨利的支援不够及时 因此优恶人们决定这一次不背骨 听到这指挥官亨利明白 优恶人这四个废物是指望不上的 他现在只能请求自己最不喜欢的人去代替浩克 指挥官亨利迟疑了一会 然后在手机上按下请求复仇者联盟支援的按钮 在民风淳浦曼哈顿的一家小酒馆 被吓坏的酒客们正慌张地逃离这里 因为被矢量打飞的浩克正式降落到了这里 他进入酒馆内 大大咧咧地表示心情很好 所以要大喝一顿 酒保看见浩克自然是吓坏了 毕竟电视上全是浩克为非作胆的新闻 但灰浩克表示他不会砸掉这家酒馆 如果有人找他打架 他保证会出去解决 现在他只是想要在这里喝一杯啤酒寻得开心 不想惹麻烦的酒保颤颤巍巍地拿出大杯啤酒 灰浩克将一大杯啤酒灌入肚中 但是喝着感觉似乎没有那么爽 于是灰浩克打算要威力更强的威士忌 酒保不敢不从 拿着两大瓶威士忌就往桶里倒 就在这时候灰浩克发现情况不对劲 当他扭头看不去时 一柄冒着魔法雷霆的锤子出现在眼前 是索尔登场了 他大手一挥直接将雷神之锤投掷出去 没来得及反应的灰浩克 直接被雷神之锤中击下巴飞出去 灰浩克看清楚是索尔后 还朝逢索尔是不是想再重赛一场 倒脾气的索尔阿华的说 又一锤子将浩克直接砸进地板中 在复仇者第一次围攻浩克的时候 索尔直接被浩克一拳打成脑震荡 但后来索尔成为了众神之王 现在的索尔实力已经大幅度提升了 可是灰浩克根本不在乎索尔 到底是众神之王还是什么东西 灰浩克嘲讽索尔就是个锤子神 索尔被戳到痛心 雷神之锤爆发雷霆攻击在灰浩克的身上 打完一套连击的索尔大喊 浩克终将臣服于他 但是浩克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臣服的人 他顶住索尔的雷霆攻击冲过去 然后一发左勾拳将索尔直接揍飞出去 索尔被一拳打飞到了大街上 灰浩克紧跟着追了出来 然后便看到了他眼前的复仇者联盟全面 此时加入了刀锋战士 以及索尔晋升成了众神之王 除了女浩克之外 别的成员都已经做好战斗的准 女浩克还以为索尔是进去劝向浩克的 灰浩克问道 所以你们这回是要炸了曼哈顿吗 黑豹表示爱荷华的事情算是遗憾 在前面的剧情中 复仇者联盟为了逮捕浩克 不惜使用威力巨大的太阳神炮 直接轰掉了爱荷华的一座小镇 面对这番嘲讽 黑豹脸不红心不跳地表示 他们要逮捕浩克 他觉得浩克现在一对七绝对没胜算 就在这时候响起一个诡异的声音 只见阴森女妖居然趴在电线杆上喊道 不对 是二对七 阴森女妖的突然出现瞬间划分战场 他牵制住了惊奇队长和女浩克 而灰浩克则是以一己之力迎战所 黑豹 刀锋战士 钢铁侠和美国队长 刀锋战士一跃而起 将双刀插入浩克的后背 灰浩克生气地抓起刀锋战士 美队居然还想劝灰浩克放下刀锋战士 但灰浩克可不打算给美国队长面子 在嘲讽刀锋战士几句话之后 一下子就将刀锋战士丢到了几公里之外 美国队长想让钢铁侠去接一下刀锋战士 钢铁侠表示刀锋战士的体格 扛得住那种程度的坠落 但钢铁侠还是在美队的要求下飞去救人 而黑豹则是一马当先跳到了浩克的面前 他的爪子冒出炽热的能量光芒 一下子就击穿了浩克的双眼 另一边阴森女妖将惊奇队长按在身下摩擦 女浩克还想劝阴森女妖冷静一点 有什么事好商量 但阴森女妖一点也不想商量 他们浩克表达自己的想法都是用行动说话 女浩克居然无法反驳 因为他说的对 惊奇队长趁阴森女妖和女浩克说话的时候发动攻击 看样子惊奇队长是一点也不想和阴森女妖和谐相处 这让立场夹在中间的女浩克有些为难 就在这时候她的头顶冒出一阵光芒 魏浩克和阴森女妖都发现了这阵熟悉的光芒 因为这正是沙琳博士的传送阵发出的光芒 而伽玛战队成员带着记者截击和双头人降临这片战场 为首的矮妖表示他们伽玛战队要接手这一件事并带走浩克 伽玛战队一行人为何会忽然介入呢 让我们长话短说 在首脑入侵了暗影基地并控制了多个伽玛变异体后 浩克队伍的所有人四分五散下场各不相同 其中不想坐以待毙的沙琳博士再次制造了传送枪 然后找到了拥有伽玛阴阳眼的记者截击 身为伽玛变异体的杰击双眼 可以看到所有因为伽玛辐射而死的鬼魂 后来沙琳博士带杰击遇上了伽玛战队成员 最后他们一起遇到了和伽玛实验体戴尔合为一体的理科群斯 伽玛战队成员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发现就回浩克才能解决一切 因此他们决定传送到浩克的身边去拯救浩克 然后便有了这一幕 回到现在 伽玛战队的介入打断了这场战斗 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惊奇队长不允许伽玛战队将浩克带走 而记者杰击表示他们带走浩克是最好的做法 因为他们能将破坏控制到最小 但美国队长又不同意了 他认为浩克不加以管控一定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灰浩克还想继续嘲讽几句 但是遭到了索尔的制止 灰浩克见状嘲讽得更加快乐 这期的索尔举起锤子就要再和灰浩克再大战一场 索尔高举雷神之锤疯狂续满狂暴雷霆 一瞬间就将带有狂妄雷霆的雷神之锤 砸在灰浩克的拳头上 硬生生将灰浩克拳头上的血肉灼成灰烬 并露出森森白骨 沙琳博士见没得抬 那就开打吧 他把枪械对准飞在天上的惊奇队长 但是惊奇队长满不在乎地表示枪械对他没用 可沙琳博士这把枪根本就不是用来攻击人的 这是一把传送枪 下一秒惊奇队长带着满头问号被传送走 泰坦尼亚看向女浩克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但是阴生女妖站了出来 表示女浩克是他们这边的人 因为女浩克也是浩克 她肯定也见过绿色之门 也到过嘎玛地狱 另一边灰浩克还在和索尔战动 而她的右手已经被索尔锤的断了一截并提开肉战 索尔高举雷神之锤再次蓄满狂暴雷霆 她高声大喊着一些话 但就在她说话的时候 灰浩克将她那连着皮肉的断臂直接按在索尔的脸上 紧接着灰浩克的右臂瞬间完成自愈 但是却将索尔的整个头牢牢困在了手臂当中 这奇怪的招式打得索尔措手不及 美队马上对浩克大喊放开索尔 索尔要窒息了 黑豹这时候一跃而起冲向灰浩克 她的爪子带着高能激光一下子切断了浩克的右臂 这才及时将索尔给救了下来 黑豹再努力把索尔从浩克的右臂扯出来 另一边沙琳博士打算将浩克传送走 而美队发现了沙琳博士的打算 美队投掷出盾牌打在吸收人的脸上 然后盾牌弹射撞掉沙琳博士手上的传送枪 紧接着盾牌被一只绿色的大手抓住 美队惊讶地看过去 接住盾牌的人居然是一个有两个头的怪物 其中一个头居然是他的老朋友李克琼斯 美队暂时被李克琼斯牵制住了 索尔刚被黑豹救出来 惊奇队长和钢铁侠以及高峰战士都不在这 现在就是离开这片战场的最好时机 沙琳博士赶紧捡起自己的传送枪 就在灰浩克打算对美队说这些是首脑造成的时候 黑豹拿着冒着激光的一跃而起 震惊长枪直接贯穿浩克的身躯 这场原本停息下来的战斗将再次开战 美队还想制止这场战斗 场面实在过于混乱了 而他在看着所有混乱的发生 他就是女浩克 他一直在思考自己的身份 因为他是浩克一族 也是布鲁斯班纳的表妹 但他也是复仇者联盟成员 但来不及多想了 此刻女浩克做出了选择 女浩克使出一招排山倒海 直接将攻击浩克的复仇者们吹飞出去 灰浩克暂时脱离了危险 伽玛战队成员立刻集合 沙琳博士将所有队友一个个传送走 比较特别的是女浩克 他也想要跟着一起走 当钢铁侠带着刀锋战士飞回来的时候 灰浩克和所有伽玛战队的人都已经离开了 他们传送到了精定废弃的一家工厂内 起码在这个地方他们应该暂时安全了 泰坦尼亚好奇地问女浩克 为何要背叛复仇者来帮他们 但女浩克现在思绪太乱了 她无法说出自己的想法 更别提自己看到的这一幕 在他们所有人的眼前 阴神女妖正在尽情地亲吻着灰浩克 看起来是那么的深情和诡异 很久以前 贝蒂和布鲁斯班纳认识 不久之后他们相爱并结婚 在布鲁斯班纳成为浩克后 贝蒂也深爱着布鲁斯班纳 后来贝蒂因为伽玛事件而死亡 再后来贝蒂被首脑改造成 女红浩克用来对付浩克 而贝蒂一直都是贝蒂 此时此刻在 明风淳朴的曼哈顿一间套房内 灰浩克正和阴神女妖 完成一场威形地震运动 阴神女妖依偎在灰浩克的身上 显得十分娇小 在之前的剧情里 贝蒂一直在树立布鲁斯班纳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一团乱 就是因为布鲁斯班纳引起的 而她也不想要布鲁斯班纳那若吉若利的爱 因此她离开了布鲁斯班纳的身边 但是在有恶人对付灰浩克的时候 贝蒂忽然想通了 这次出现了她化身为 阴神女妖救场的画面 再说回到现在 灰浩克问她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做这些事 但阴神女妖说有什么关系 他们俩都是老夫老妻了 但灰浩克觉得很疯狂 因为阴神女妖是贝蒂 而贝蒂是布鲁斯班纳的老婆 但灰浩克乔伊不是布鲁斯班纳 因此灰浩克觉得 贝蒂要的是布鲁斯 而不是她乔伊 贝蒂变回原本的样子 她觉得灰浩克人格也是布鲁斯班纳的一部分 但灰浩克说现在布鲁斯班纳并不在这里 贝蒂没懂 她以为布鲁斯班纳还因为她离开的事而赌气不肯出来 贝蒂表示这一次她专门鼓起勇气回来找布鲁斯班纳的 她现在只想用最真实的自己好好和布鲁斯班纳再爱一次 但听到这灰浩克愣住了 她表示布鲁斯班纳没有躲着贝蒂不肯见她 因为布鲁斯班纳是被首脑抓到了大马地狱去 而灰浩克他们没能救回布鲁斯班纳 听到这被地愣住 她一瞬间变身成英生女妖大声咆哮 你把布鲁斯留在了地狱 灰浩克将所有的一切都和英生女妖全部说了一点 而灰浩克表示很抱歉 她没办法救出当时被困的布鲁斯班纳 英生女妖生气极了 她原本以为灰浩克乔伊是不一样的 但没想到灰浩克乔伊也和布鲁斯一样是个混蛋 布鲁斯东躲西藏远离她这个妻子一辈子 现在灰浩克乔伊的表现又比布鲁斯好到哪去呢 灰浩克听完英生女妖这番话开始动我 她决定了一件事 她再也不隐藏自己了 在说了一大堆情绪激昂的话语之后 灰浩克乔伊支支吾吾地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她爱贝蒂 乔伊深爱着她 这句话把英生女妖贝蒂给吓到了 其实灰浩克乔伊的确也是布鲁斯班纳 虽然是不同的人格 但每一个人格的本质都是布鲁斯班纳 而布鲁斯班纳永远都深爱着贝蒂 听到乔伊这番话的贝蒂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灰浩克 因为灰浩克曾经伤害过贝蒂的心 灰浩克听到这里愣住了 她也很懊悔 说到这 英生女妖觉得自己非常烦躁 她恨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格系统 这让他们的关系一团糟 因此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而灰浩克表示她明白了一件事 她想要变得更好 她想变成更好的自己 英生女妖问灰浩克乔伊说的是真的吗 她开始思考自己和这一切事情的关系 而灰浩克乔伊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心里话 但贝蒂心中对灰浩克乔伊已经有所改观 当浩克扭过头来询问英生女妖的时候 发现英生女妖贝蒂已经从窗户离开了 她没有立刻给出答案 而是选择让乔伊去付出行动 乔伊也明白自己必须要行动起来 灰浩克乔伊从房间里出来 女浩克和记者杰基正在客厅内坐着 杰基问灰浩克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而灰浩克只有一个打算 那就是重返伽玛地云旧布鲁斯班纳 这一次不管准备好没有 他们都必须行动了 曾经有四个杰出的科学家 他们一起坐上火箭前往太空进行研究 后来他们遭受宇宙辐射后成为了神奇四侠 现在下着小雨的街道上 灰浩克乔伊带着杰基和女浩克一起前进 他们的目标正是神奇四侠的大厦 这里一如既往装潢大气并充满科技感 灰浩克一行人一起走入这空无一人的大厅内 灰浩克很清楚会有什么危险等待着他 当灰浩克打开前进的大门 门后的英雄们已经等候多时了 除了复仇者联盟成员 还叫来了幻视 战争机器 星星 鹰眼 灰浩克向前跨了一大步 这也让原本就紧张的氛围立刻变得更加危险 任何举动都有可能触发这场战斗 战斗最终还是打响了 没有人看见到底是谁动了手 但肯定有人先动手了 灰浩克一个人对付着所有超级英雄 浩克打过太多场战斗了 也许第一场战斗就从布鲁斯般那杀死他的父亲布莱恩开始 他的父亲布莱恩杀害了布鲁斯的母亲 而布鲁斯的父亲从一开始就是个混蛋 灰浩克承受着所有超级英雄的进攻 他们不知道灰浩克到底为何要战斗 也不知道灰浩克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敌人 英雄们只想现在就逮捕灰浩克 在这场战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 一道门的开启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是神奇四侠登场了 石头人赶紧救下被众英雄围攻的灰浩克 在神奇四侠的干涉下 众英雄停止了对灰浩克的攻击 灰浩克被神奇四侠带走了 他被带到名为永恒之门的一道传送门前 石头人之前通过和乔伊谈话 知道了浩克正在遭受首脑的侵害 石头人将事实告诉了神奇四侠 并决定帮助浩克 灰浩克站在通往伽玛地狱的永恒之门前陷入沉思 女浩克和神奇四侠都在等待他做出选择 最终灰浩克跳进了成功几率 只有无限分之一的永恒之门 一起跳进去的还有记者杰基 在传送的过程中 灰浩克和野蛮浩克的身躯正在剥离 当他们即将到达伽玛地狱的时候 野蛮浩克和灰浩克已经分裂成两个独立的个体 这一次他们以最特殊的方式前往伽玛地狱 不久之后的伽玛地狱内 杰基和野蛮浩克以及反伽玛灰浩克一起走在路上 伽玛地狱一直都是这般废墟一样的景色 杰基看着身边的反伽玛灰浩克想到一个问题 灰浩克经常以瘦弱的形态作为班纳的另一个人格存在 但班纳不知道的是 其实灰浩克乔伊吸收的不是伽玛射线 而是名为宇宙射线的反伽玛辐射 现在才是灰浩克的真实形态 在这一路上 野蛮浩克一直都非常难过 这个地方让他感到害怕 这里会伤害他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以前布鲁斯·班纳来到伽玛地狱的时候都是他一个人格 但现如今人格都可以分裂成独立的个体 他们一边走一边闲聊着 紧接着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而那个东西连反伽玛灰浩克看见后都觉得害怕 那巨大又诡异的东西正是在不断进化的手脑 现在他已经在万物之下 欧布的观察下变得超级巨大 灰浩克看见后直呼胜算真的不大 他们来到了手脑那诡异又巨大的建筑下 反伽玛灰浩克正在不断猛砸着奇怪的建筑 但这面墙不管怎么砸就是纹丝不动 野蛮浩克自告奋勇地上去开砸 在野蛮浩克的不断猛拳攻击下 墙体真的出现了裂缝 而不断猛砸着墙的浩克想起了手脑说的话 手脑对着浩克说道 我爱你 你这蠢到家的孩子 这句话深深伤害了浩克 这让浩克感到无比的痛苦 而浩克也在这种悲伤痛苦下砸破了墙体 紧接着他们的鬼父布莱恩忽然出现了 他张开手欢迎这两位浩克和捷迹的狗带 一直渴望得到父爱的野蛮浩克流下了眼泪 而布莱恩却在引诱野蛮浩克不断情景 紧接着野蛮浩克宛如失去理智一般向前冲 反嘎马灰浩克连拦都拦不住他 野蛮浩克执意要冲进去 但是当他真的冲进去后 看到的却是一个诡异复杂的迷宫 同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各种曾经认识的人和反派 眼前名为加瑞拉的女士曾经是野蛮浩克的挚爱之意 但现如今他在这里只是一具没有意识的空壳 就算浩克想要轻轻拉住加瑞拉的手 也会轻而易举地扯下加瑞拉那空无一物的身躯 野蛮浩克看着加瑞拉开始登上更高的楼梯 他也想跟上去 这时候墙壁再一次被打开 是灰浩克撞开了这奇怪的墙壁 灰浩克不知道是自己打破的墙 还是手脑让他进来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呢 当他正说这话的时候 一个男人吸引了他的目光 灰浩克乔伊看到这个男人时被吓坏了 眼前的男人叫麦克 灰浩克乔伊认识他 这男人和这里的怪物一样都是没有眼睛的皮囊怪物 但是这个男人的一举一动所有行为都让乔伊无比熟悉 因为麦克是乔伊的父亲 起码他是这么认为的 麦克逐渐走远 灰浩克带上杰基一起跟上去 灰浩克乔伊在拉斯维加斯落魄的时候 是麦克收留他保护他 像父亲一样照顾乔伊 但灰浩克乔伊还是犯了太多错招惹了仇人 而麦克只是让乔伊赶紧离开 不曾想乔伊刚离开 麦克就遭遇了仇人的枪杀 说到这杰基还想安慰一下乔伊 但是他们在谈话间已经走出很远 而他们似乎已经快到了目的地 当他们抬头看上去的时候 这扭曲的空间上头 居然正是那进化成诡异模样的手脑本体 在手脑张开的大嘴下方 正是已经被手脑捕获的野蛮浩克和布鲁斯班纳 以及恶魔浩克的尸体 看到这一幕的灰浩克乔伊也都怕了 这时候手脑的眼睛亮起起来 从里面冒出一大条长着嘴的触手 那是手脑为了说话而临时找出来的器官 手脑将被吊着的野蛮浩克放到了地面上 然后操控野蛮浩克不断向灰浩克乔伊靠近 只要再捕获灰浩克 那手脑需要的伽马力量就完整了 现在所有绿门都成了红门 灰浩克已经不可能逃跑了 说吧就要操控野蛮浩克去攻击灰浩克 野蛮浩克一边大喊救命 拳头一边被手脑操控着打在灰浩克脸上 连续挨了两拳 不想伤害野蛮浩克的灰浩克被打倒了 手脑表示野蛮浩克一直很强 甚至可能是最强的浩克人格 但不管有多强 不管什么颜色的浩克 都逃不出他的摆弄 灰浩克非常生气正准备痛骂手脑 结果下一秒自己脸上又挨了一拳 灰浩克乔伊被手脑操控的野蛮浩克按在地上打 想救灰浩克的杰姬心急如焚 但是灰浩克让他赶紧跑就行 杰姬毕竟只是凡人肉身的人类 杰姬的双眸迸发伽马能量 他从自己的双眸中看见了很多伽马灵魂 四个不同形态的手脑灵魂在不停发出嘲笑 而被操控的野蛮浩克的灵魂本质不过是个孩子罢了 但杰姬的能力仅限于此了 他的伽马能力并没有让他变异成浩克 灰浩克乔伊大喊让杰姬快跑 但是杰姬已经无路可逃了 当杰姬回过头的时候 看到的是他那早已死去的父亲 在很小的时候 杰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当时发生了一起灾难 一场浩克灾难 当时失去理智的浩克毁掉了杰姬的家 这也让杰姬和浩克有了更多不解之缘 现在自己那死去的父亲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而且还是在这种生死存亡的绝望时刻 杰姬心情复杂到落下了眼泪 只是杰姬的父亲不是来折磨他的 他有一个破解现在的困境的办法 杰姬咆哮大喊 你有计划 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 快告诉我 那就是你啊 快看看你 在杰姬的回忆中 躺在病床上冰死的父亲 看着拿到新闻专业奖学金的杰姬 他用自己那虚弱的身躯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快看看你自己 我真是太自豪了 而杰姬也缓和了自己的心态 并不是所有伽玛变异体都必须愤怒的 他一直都迷失在这件事当中 但他一直都在用自己记者的眼去看待所有事 这一次他要亲眼去看 杰姬说完话 双眼迸发强烈的伽玛能量 这一瞬间 杰姬双眼爆发一股强烈的伽玛射线 强烈的伽玛射线切断了手脑说话的触手 甚至切割开手脑本体那巨大的头部造成巨量伤害 灰浩克乔伊和野蛮浩克因此得以脱困 野蛮浩克想要立刻就砸烂手脑 脑子灵光的灰浩克抓起手脑控制野蛮浩克的触手 既然他靠这个吸食伽玛能量和进行操控 那这根东西一定连接到手脑最重要的器官 随着野蛮浩克和灰浩克一起用力 手脑那巨大的嘴里真的被扯出宛如心脏一般的诡异器官 而这看似心脏的器官质地击脆 砸落地后宛如罐子一般破碎开 从里面爬出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正是手脑的本体 一切的起源 原本还以为手脑又有什么阴谋诡计 但是麦基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东西 他痛苦地大喊自己什么都不是 自己只是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吧 然后他便躺在地上 开始痛苦地嚎叫 他带着哭腔大喊道 我不想知道更多东西 我不想知道他 他就要来了 野蛮浩克原本想爬上去把布鲁斯班纳叫下来 但在这一瞬间整座建筑的顶部开始崩塌 手脑那因为净化而变得巨大的身躯 一瞬间被击穿 一个更加恐怖的存在已经降临到他们的头顶上 趴在地上的手脑惊慌的大喊 他来了 那个让我沦落至此的家伙 万物之下 野蛮浩克和灰浩克乔一一听万物之下来了 都忍不住想要和万物之下大战一场 但是野蛮浩克此时还有一个疑问 他想要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浩克要不断受伤 为什么浩克要心碎 为什么浩克总是要担惊受怕 为什么总是那么痛苦 为什么浩克伤害朋友 为什么朋友要因为浩克而受罪 为什么浩克必须做浩克呢 告诉浩克 浩克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一切的幕后主谋万物之下听到了浩克的疑问 他用诡异的声音不断咆哮 说着混乱又诡异的话语 这些话语看似有许多大道 但本质是完全没回答问题的废话 灰浩克乔一对万物之下大喊 别废话 还没问你这些东西 他们质问万物之下 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灰浩克觉得万物之下也不是他的真面目 他让万物之下别装了 快露出真面目示人 他同意了 就在这一瞬间 万物之下的身躯被一道金光瞬间撕裂 在这诡异的伽玛地域当中出现这种圣光 显得更加诡异 而万物之下的真实面目 正是他的对立面 万物之上 他是这一切的使用 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 是超脱漫威世界的不可知存在 万物之上让他们抬头指示他 当浩克感到害怕 在马迹的眼中 万物之上有着一张他母亲的脸 灰浩克严肃地对万物之上说 现在你该回答问题了 万物之上俯视他们 并用震慑心灵的声音回答 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 灰浩克听到后愣了一下 然后说道 不 只有麦克是我的父亲 而你 你只是一个让我受尽折磨的家伙 万物之上说道 你们是我的造物 你们是世界的必须 天平的一段有砝码 另一段自有重量与之配品 我定下这些基准是你在何处 能理解的话 速速报于我知 灰浩克听不懂这些 他只觉得万物之上说的不对 他爬上去营救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布鲁斯斑骂 一边说一边不断骂着 你想折磨我 你以为我会受不了吗 我受得住 我们所有人都受得住 而且我们必须得这么受着对吗 承受你赋予的 我们彼此兼赋予的一切 灰浩克成功救下布鲁斯斑纳 并说道 但我们有权利知道为什么 他生气的咆哮 告诉我 告诉我一个能解释这种种苦难的理由 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受伤 告诉我为什么要有浩克 万物之上反问道 你们为何是现在这样 灰浩克大喊 是我在问你问题 回答我 这时候圣光忽然照耀下来 万物之上说道 不 是我在问你 浩克是什么 你们又变成了什么 野蛮浩克哭着大喊 浩克不知道 浩克不知道 万物之上说道 我用手去建造 又用这些手去摧毁 我摧毁为的是在建造新事物 若你有我的力量 若你有我的弊驳 你会建造还是摧毁 你们是我的造物 我是你们成为天平另一端的砝码 我问你们 你们是严厉还是熔炉 亦或是仁爱 或者说慈悲 你将会变成什么 因为左手是力量 浩克说出了观众们的心里话 求求你 浩克不懂 我不懂 浩克难过地低下头 我不懂你的意思 而灰浩克乔一则是大概明白了 万物之上在耍他们 因为万物之上没有浩克想要的答案 现在他们只要带上布鲁斯班纳离开这里就行 这样子一切就都结束了 但是说到离开 野蛮浩克看向了旁边躺着的手脑 灰浩克乔一说一切事情都结束了 但野蛮浩克说还没结束 他在思考 野蛮浩克再试着去理解 浩克看向蜷缩在地上的手脑 而手脑知道自己是这一切灾祸的罪魁祸首 因此感到无比痛苦的 他只想远离一切死在这里 但野蛮浩克不这么想 他知道手脑伤害了浩克 伤害得很深 但如果把手脑留在这里 或者把任何人都留在这里 浩克都会因此而感到更受伤 这是他的真心话 所以野蛮浩克选择原谅手脑做的一切 听到这 手脑惊讶地看向野蛮浩克 浩克在盛光下说道 你也是浩克 就和浩克一样 野蛮浩克向手脑伸出右手 浩克就应该原谅浩克 总有人要去原谅 左手是力量 但右手是慈悲 这是万物之上说的最后一句话 其深意让人深思 紧接着灰浩克带着布鲁斯班纳 野蛮浩克带着手脑 跟杰基一起踏上归土 手脑既然已经不再作恶 那这一切结束了吗 杰基很好奇为何得到原谅的偏偏是手脑 但灰浩克不知道 这得问野蛮浩克到底怎么想的 灰浩克也为曾经伤害了杰基一家这件事而道歉 同样也得到了杰基的原谅 随后他们面前亮起一道光芒 是开启永恒之门的石头人和沃尔特 他们来接浩克们回家了 这一切都结束了吗 万物之上到底想说什么 他要让浩克成为善恶天平的掌管者吗 这一切都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当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灰浩克乔一和野蛮浩克 都已经回归到复活的班纳身区内 手脑也带上了特制的镣铐代表归案 虽然他成为了犯人 却比想象中还要轻松快感 而经历了这一切的布鲁斯班纳记不清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只觉得自己更像自己了 他和自己和解 他身上的所有人格都握手言和 在大脑里和平相处 布鲁斯班纳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好 但布鲁斯班纳是好人吗 这个问题得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布鲁斯班纳仿佛在问所有人一样发出提问 我们是好人吗 你们觉得呢 不朽浩克的故事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万物之上OA的那一番话的本质含义有点灰色难懂 究其本质似乎是想让浩克成为善恶天平的代理 而浩克经历的这一切痛苦 都是OA在让浩克成长 但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真的让人很难理解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说出自己的见解 布鲁斯班纳的故事已经全部更新完毕 一些小故事和翻脸有机会再慢慢更新 感谢您一直追更到现在 喜欢本期视频欢迎点赞投币评论留言或关注我的频道 告诉我是否喜欢本期视频或者留下你的观点 也可以留下你喜欢的英雄或大事件 就有可能被选为下期视频的题材哦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